第3301章正确的路 排美等众人回过神 习祖脸色凝重 还有一件序列之机 名曰磐石 如果说我们意识宇宙真正失败的起源在哪里 就是这件磐石序列之机的出现 在这个序列之机出现之前 我们与灵化宇宙不分胜负 或许他们占据上风 但没能力击溃我们 真正击溃我们的 就是这件磐石序列之机 在灵化宇宙十大序列之机中排名第三 他深呼吸口气 带着难言的恨意还有句意 缓缓到 灵化宇宙八十八种序列之法 排名第二 是心若磐石 这个序列之法极难修炼 非常难修炼 修炼这种序列之法 等于将自身化为磐石 要有大毅力 大智慧 大牺牲的精神 在灵化宇宙都少有人修炼 这的序列规则 但每个时代总会有那么几个自认 未有毅力之人尝试 古往今来 真正修炼成心若磐石序列规则的 只有五人 这五人 无意不是同时代绝顶精英 他们活着的时候纵横宇宙 以心若磐石序列规则达到 所想即所见 可凭其想 以无上大毅力改变宇宙 改变他人 在我来到你们天元宇宙的那个时代 没见过有人炼成这个序列规则 而整个灵化宇宙古往今来 只有五人炼成 造就了这个磐石序列之机 以无上的意识横扫我们意识宇宙 任何意识生命都会被抹除 就跟在画板上擦掉一块污渍一样 轻松写意 说到这里 习祖看着录影 录主 我知道你吞噬了虚净的意识 如果面对磐石之机 你以意识出手 胜负也就在一瞬间 磐石之机可以将你的意识完全摧毁 不是吞噬 也不是消耗 就是摧毁 将你的意识在这方宇宙中擦掉 让你变成白痴 虚净是永恒族三秦六号之一 实力强悍 意识几乎算是无敌 但他的意识与磐石之机比 根本没有可比性 如果光论意识 他还比不上黑无神 但就算是黑无神面对磐石之机也毫无抵抗的可能 磐石之机 是一切意识的克星 露营眼睛眯洗 周围人进阶沉默 习组织输了三个序列之机 但却一个比一个强悍 有着让人压抑的能力 咫尺天涯 天人道转 意识克星 这还知识三个 还有七个序列之机 除此之外 还有八十八种序列之法 这些序列之法与天元宇宙的序列规则一样 谁说灵化宇宙没有序列规则层次的绝顶高手的 他们不仅有 应该还很多 否则何来的自信 同时对付意识宇宙与天元宇宙 习祖脸色沉重 这些 这是灵化宇宙的武力 他们最可怕的一面 就是拥有灵奇与灵退这种大同的修炼环境 即便我们两个宇宙联手 击败了这个时代的他们 他们崛起的也会非常快 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路 无需突破 只要走下去 总能超过我们 那条路 他们走得会很快 而我们 会很慢 充满曲折 说完 他就离去 他已经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如何应对灵化宇宙就是天上宗的事 曾经他想引导天元宇宙对付灵化宇宙 而今没必要 灵化宇宙不可能放过天元宇宙 这是生存属性决定的 不管双方宇宙是否愿意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众人沉默 真正带给他们压力的不是这些序列之机 而是灵化宇宙那种修炼模式与青草大师这的永生境强者 那种修炼模式下居然能走出青草大师这么个永生境 代表灵化宇宙的路是对的 一条捷径而且对的路 才是最让他们有压力的 如果天上宗没有被摧毁 一直延续到现在 陆尹相信天元宇宙也早该一统 达成了固定的修炼模式 这才是青草大师让四方镇守使对始祖出手的最终理由 他不会让天元宇宙走灵化宇宙的路 因为那条路是对的 一生倾笑 来自陆尹 众人看向他 诸位 这宇宙 还真是不寂寞啊 我们修炼至今 如果仅是追求境界岂不是太过无趣 路隐伸了伸腰 斗圣天尊拳头对撞 只有战斗 才是永恒的激情 我不想战斗 但也不想太过无趣 迦兰之落道 初一摇头 曾经以为师父就是顶点 现在看来 连师父都有进步的空间 师父啊 努力吧 五天笑道 生物永远突破不了宇宙的 束缚 只要这个灵化宇宙还存在于我们认知的宇宙中 就可以打 不容易 要想办法 最好偷袭一手 策望天苦恼 坐着 晃悠脱鞋 哭祖背着双手 我可以探路 在场的都是什么人 三界六道 三阳六主 天元宇宙最绝顶的一批人 不管习祖说的多绝望 他们都不可能绝望 灵化宇宙 永生静 压力肯定有 死亡的压力会让人难以呼吸 却无法压垮他们 他们现在考虑的只有一个 怎么对付青草大师 怎么对付灵化宇宙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灵化宇宙什么时候到 童言梅比斯头疼 路影目光一闪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麻烦 永恒 忘须神他们 还有灵化宇宙的元旗老怪 这些人不解决永远是后患 不过想找到他们不容易 先准备起来应对灵化宇宙吧 他看向后山正高星采摘花朵的昭然 岁月长河的支流 就以这条支流 探一探这灵化宇宙 众人散去 对灵化宇宙有了基本了解 他们有各自的想法 路影无力干涉 他能做的就是以天上宗之力 摧毁灵化宇宙 带给他们压力的那些有生力量 也就是灵起 灵退的那些修炼者 尽管那些修炼者很弱小 但只要解决了那些人 灵化宇宙就会有后顾之忧 不至于完全压境 天上宗正殿 王文 维荣等一批天上宗高层聚集 其中还有紫禁等后援的研究人员 他们在报告后援的研究进度 还有黑色能量源 维正武器等制作的详细情况 路影听后 下令将后援搬入武林族 以时间流速不同的时空加速研究 同时让王文 维荣以天上宗之令 整合所有平行时空资源 用来制造黑色能量源 维正武器等等 搜集材料送去无限帝国 制作机甲 灵化宇宙有他们的统一修炼模式 这不是天元宇宙可比 但天元宇宙也有天元宇宙的优势 尽管修炼方向分散 但多少年下来 很多修炼方向都是老祖宗的智慧 不代表没有价值 比如能量源 机甲这些 如今就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 提升天元宇宙的实力 尽管无法提升到对抗序列之法 与序列之机的程度 但这些提升的力量 只要数量够多 足以威胁到零化宇宙的有生力量 也就是釜底抽薪 战争不一定非要死拼绝对的力量 智慧也是战争一环 录影现在特别怀念惠祖 如果把惠祖扔去零化宇宙 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 天上宗的动静蛮不过旁人 眼见天上宗动静越来越大 外界的猜测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说天上宗要对那些不打算连通 还有不归顺天上宗的平行时空出手了 这个谣言吓得不少平行时空来使空间请求相连 很多平行时空自认为天上宗没发现他们 而今也不敢冒险 这个谣言其实是维容顺手发布的 他太擅长这个了 仅仅随便传一句谣言 就让十多个平行时空冒出来 这其中带来的资源将极多 录影望着湖面 零化宇宙是敌对的战争 只要出现 打就行了 但永恒 元奇老怪他们一天不解决 一天就是心头刺 江山设计图可是还在天元宇宙 陈祖能打出来 不代表其他人也可以 元奇老怪的实力也是相当不弱 就在天上踪盲前盲后的时候 白云城传来消息 太古雷黄来袭 录影立刻去白云城 来到白云城所在平行时空 他一眼看到远方雷霆乍响 目光一冷 太古雷黄总是找白云城麻烦 天上终于永恒族数次战争都有太古雷黄的影子 都是敌人 现在同样该解决了 地球外 抵挡太古雷黄的是孔天照 他借用了江峰的剑 也只能勉强挡住太古雷黄 时间异常必然坚持不住 看到孔天照 录影就觉得他倒霉 数次生死之战都难以突破 看来白云城虽然走了似的捷径 但这条捷径想要突破更下一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录影到来 肩膀上 利兽呲牙 虚妄缠在录影腰间拍打尾巴 太古雷黄斗然回身钉向录影 金色雷霆轰轰然砸落 朝着录影扫荡而来 录影一手一个 抓住利兽与虚妄直接扔出去 给我解决他 利兽与虚妄蒙了 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金色雷霆狠狠劈了一下 顿时怒了 习习朝太古雷黄出手 太古雷黄能让白云城无可奈何 实力之强可以想象 利兽与虚妄也不是弱者 是这方宇宙生物力量的极致 三个庞然大物碰撞 带来的震撼无与伦比 轰的一声 利兽一拳砸出 威力轰散雷霆 虚妄顺着这一拳撞向太古雷黄 太古雷黄力量竟也不弱 并非完全凭着雷霆出手 与虚妄撞击 惊天动地 第3302章镇压 录影来到地球外 站在孔天赵旁 孔淑 没事吧 他喊江峰是江淑 孔天赵与江峰同辈 又是江清悦的师父 喊一声孔淑很正常 孔天赵点点头 松开手 长剑飞入地球 白云城 江峰就这么坐在那 动也不动 简安静落入他怀中 他就这么抱着 对外界毫无认知 看到这一幕 录影就悲哀 堂堂雷主 静落的这种境地 陆元老祖会怎么样 池门一旦打开 灵化宇宙大举进攻 陆元老祖根本不可能挡得住 清空 三个庞然大物撞击 纠缠 利兽与虚妄都被劈得黑了 太古雷黄也不好受 不断承受利兽的重拳 想要反击却又被虚妄撞 还吞噬气力 利兽不时给虚妄一个赞 虚妄也回个赞 越来越有默契 柳偏然出现 赞叹 小七 这两个 是你的宠物 陆影点头 傻是傻了点 但还算有用 柳偏然笑道 当初江峰也有一个宠物 在地球末日的时候 被称作九级雷鹰 可惜跟不上他的脚步 在星空征战的时候死了 孔天照道 白云城死去了太多人 说到底 地球与星空接壤太仓促 如果那批人出现在现在 不会是那种结果 柳怡 江属怎么样 陆影问 柳偏然摇头 还是那样 江陈与江青月出现 看着力兽与虚妄大战太古雷黄 江陈眼睛都瞪圆了 陆兄 那两个 是你的 陆影嘴角弯起 是啊 太帅了 江陈惊叹 江青月目光明亮 想起天上宗的雕像 那是始祖 尖利神鹰 妖缠祖卯 而今陆影与始祖和其相像 看着太古雷黄不断爆发雷霆 陆影忽然想起了什么 江熟变成这样 为什么太古雷黄还会来 当初在石门外找到江峰的时候 他身上有被雷霆重创的痕迹 而太古雷黄那时候刚刚到达 还没出手 在感受到青草大师气息后就溜了 只有江峰站在星空 不是太古雷黄出手 青草大师也不至于对江峰施展雷霆的力量 那伤到江峰的雷霆之威之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自己的 哭祖被剥夺了一段时间 以牧先生看来 一旦被剥夺那段时间 属于那段时间的机缘 修卫将全部失去 等于失去了一段音 进而连累到果 就是说青草大师剥夺了江峰修炼雷霆的音 导致他自身被之前施展的雷霆所伤 也让他失去了雷霆之力 既然雷霆之力都没了 太古雷黄为什么还会出现 莫非是 记仇 他记住了白云城的位置 不管江峰是否还拥有雷霆之力 他都会出手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上 打他 打他 将沉激动 不断挥舞手臂 远方 利兽一拳打在太古雷黄身上 将太古雷黄打得惨叫 而金色雷霆顺着拳头轰在利兽身上 将利兽整个身体都烤黑了 不断后退 虚妄一甩尾巴抽在太古雷黄身上 同样的雷霆顺着尾巴轰在虚妄身上 虚妄也不好受 太古雷黄更不好受 承受两个庞然大物的围殴 眼看着金色雷霆都薄弱了 转身就走 利兽与虚妄刚要追 太古雷黄回身恶狠狠钉过来 雷霆乍响 照亮了星空 很是猙獰 利兽与虚妄同时停下 对视 不动了 太古雷黄连忙逃走 路引力喝 追上去 抓来 如果让他逃掉 我天天用雷轰你俩 利兽与虚妄回身看向路引 下意识比了个赞 路引目光一瞪 立刻 利兽咧嘴 很是不情愿 动作却很快 一跳来到虚妄身后的尾巴上 虚妄猛地一甩尾巴 把利兽甩飞了出去 直接砸向太古雷黄 太古雷黄回身就是一记雷霆 争吟而恐怖的威胁 利兽双手握拳 承受雷霆之威 狠狠轰在太古雷黄身上 太古雷黄一声哀嚎 雷霆也轰在利兽身上 利兽也哀嚎一声 虚妄赶过来了 一尾巴把太古雷黄抽晕 这场庞然大物之间的战争落幕 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录影出手 利兽 虚妄 太古雷黄 都是绝顶强大的生物 超越了玉焦 祖龟 至于神鹰和祖马 与它们应该也差不多 毕竟活了那么久 跟随过十足 太古雷黄尽管被抽晕了 身上的雷霆却没散 利兽给虚妄点赞 露出大白牙 指了指太古雷黄 意识是让它拽回去 虚妄张嘴 露出更大的白牙 尾巴竖起 点赞 你来 利兽点赞 疯狂点赞 你来 屈望笑得更灿烂 尾巴不断甩动 就差砸到利兽脸上 你来 你来 两个庞然大物互相点赞 看得录影嘴角一抽 丢人了 孔天照平静 修炼那么多年 什么场面没见过 江辰张大嘴 眼貌惊心 太帅了 这两个太帅了 柳偏然浅笑 小七 来家里吃饭吧 录影咳嗽一声 那什么 下次吧 先把太古雷黄带回去 或许能收复 柳偏然点点头 也好 江青月感激 陆兄 小七 太古雷黄也性难寻 江辰激动 陆兄连那两个都寻服了 何况一个太古雷黄 陆兄 给个给我吧 录影很大方 你自己去要 只要他们愿意 江辰连苦了下来 以他的实力 给那两个庞然大物 踢牙都不够 但 真的很帅啊 尤其那点赞的首饰 绝了 跟谁学的 感觉那么眼熟呢 李俩 把他拖过来 陆影立合 声音响彻星空 荡起连衣 恐怖的力量 如狂风席卷 掠过 利兽与虚妄 利兽与虚妄 吓一跳 想起曾经被疯狂 暴躁的一幕 同时抓起 太古雷黄朝着 陆影飞奔而来 边跑 还边给 陆影点赞 露出两口 大白牙 虚妄 在接近 陆影的时候 连忙收敛 白牙 身体股胀 不然要吞噬 气力的 又要挨揍 他忽然发现 自己这个能力 太不方便 点赞 但没有利兽有气势 利兽那一手 大拇指点赞 都快点到 陆影鼻子上了 陆影奏 他们的心思 都没了 目光落在 太古雷黄身上 太古雷黄 一个可以牵制 白云城的 绝强生物 连永恒族都棘手 而今被抓住了 单挑利兽 或者虚妄 他绝对不差 但被两个围攻 就差一些了 陆影让利兽 他们拖着 太古雷黄 返回天上宗 当太古雷黄 被拖回天上宗的时候 又引来震动 众多平行时空 将目光投来 震撼天上宗的强大 尤其是护宗神兽 太厉害了 看样子 录影都没出手 解决太古雷黄 的是那两个庞然大物 天上宗外 看到太古雷黄 玉焦张大嘴 毫不犹豫朝远方飞去 他溜了 看到这一幕 利兽与虚妄茫然对视 录影目光一闪 一步踏出 再出现 已经挡在玉焦身前 跑什么 玉焦下意识想张牙舞爪 但看到是录影 讨好的趴下 脑袋凑过来 让录影看到 他身上那块 被雷霆踢出的痕迹 录影懂了 当初把你 劈傻的是太古雷黄 录影以前一直以为 是雷主劈傻了玉焦 但将轻悦他们说不是 而且算算时间 也不太可能 现在才明白 劈傻玉焦的是太古雷黄 雷主的雷霆 就是得自太古雷黄 两者雷霆一样 原来如此 怪不得玉焦看到太古雷黄就溜 放心吧 他被我抓住了 欺负不了你 欺负你 你就找利兽他们帮忙 录影道 说完 抓着玉焦返回 回到天上宗后 太古雷黄苏醒了 呲牙咧嘴瞪向录影 玉焦连忙苏小体型躲起来 利兽一拳砸在太古雷黄头上 虚妄也一尾巴抽出 相当不客气 太古雷黄完全没有屈服的意思 不断发出雷霆 目光死瞪着录影 天上宗无数人望着这一幕 颇未惊奇 太古雷黄的存在 他们或多或少听过 这可是绝对的恐怖生物 放眼宇宙 能击败这个生物的强者少之又少 不管利兽 虚妄如何暴揍太古雷黄 太古雷黄就是没有屈服的意思 录影挑眉 对着力兽与虚妄挥手 两个庞然大物看了看录影 又看了看太古雷黄 对视一眼 咧嘴 退后 颇有古幸灾乐祸的意思 录影直面太古雷黄 一言不发 心脏楚星空轰然释放 雷霆序列粒子瞬间被驱散 将太古雷黄完全曝露 太古雷黄蒙了 雷霆呢 不容他多想 录影一步踏出 出现在太古雷黄头顶 他刚要反抗 录影居高临下 抬脚 轰 一脚踏下 太古雷黄身体直接被压趴 比利兽与虚妄更恐怖的力量降临 将太古雷黄采蒙了 他没想到录影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类 居然爆发这么恐怖的力量 自诞生以来 他以雷霆纵横宇宙 不管是人类还是永恒族都拿他没办法 碰到无法抵抗的强者就跑 但整个宇宙真正可以让他无法抵抗的又有几人 唯有江峰 竟然盗窃他的雷霆 这才是他发怒的原因 不杀江峰 他不甘心 雷霆被盗 他一定要娶回来 整个宇宙只有他才配拥有那种雷霆 第三千三百零三章任务 厄狱之战 太古城之战 他感受到了宇宙至强生物的气息 尤其是宇宙边界接近青草大师那一刻 他发自内心的恐慌 所以他决定找白云城麻烦 来驱散心里的恐慌 弥补一点点尊严 却没想到被陆寅给镇压了 陆寅以心脏处星空驱散雷霆序列粒子 令太古雷黄最本源的力量消失 又以超越利兽与虚妄的恐怖力量将他镇压 这一刻的太古雷黄有种崩溃的感觉 无数人欢呼 震撼于陆寅的实力 一脚将太古雷黄踩下 试问谁能做到 即便雷主江峰都要与太古雷黄缠斗 而无法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 陆寅与江峰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他的心脏处星空 可以达到使劲的威能 这是江峰不具备的 但不代表他就能像镇压太古雷黄 一样轻易击败江峰 江峰与太古雷黄不是一个性质 靠的不完全是雷霆 击败太古雷黄与击败江峰 是两个概念 这一刻 陆寅的风姿传遍平行时空 让无数人倒吸口凉气 算是真正认清了陆寅的实力 不管是厄狱之战还是太古城之战 除了战场上那些人 其余人是无法直观认清陆寅实力的 哪怕陆寅度元节 单挑三界六道 也无法让其他人认清 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三界六道的实力 没有一个直观对比 但太古雷黄不同 那可是纵横宇宙的恐怖生物 三界六道的传说多在时空间 而太古雷黄的传说 则是众多平行时空 天上纵一角 第二命几人对视 则舌 那就是陆主现在的实力 太 太变态了吧 嘘 别被陆主听到 那可是太古雷黄 你们没看到吗 太古雷黄啊 居然被一脚踩下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我们曾无意中与太古雷黄交战 那股雷霆让我们不敢接近 陆主此刻的实力必然是宇宙绝颠 这就是当今天上宗 很多人说天上宗强大在在于三界六道与三阳六主 现在他们应该知道了 陆主才是确保天上宗强大的根本 我们不冤 今日这一幕将永远在无数人脑中流传 挥之不去 是一个传奇 陆影站在太古雷黄头顶 纵观四方 历寿与虚妄同时给他点赞 那动作 生怕慢一分 脚落储 多了个赞 来自玉交 他弯曲历爪 原本应该是张牙五爪 现在 人性化将历爪竖起一根 对着陆影不断点 让陆影都一愣 历寿与虚妄缓缓缓转头 看到了玉交在点赞 彼此对视 多了个对手 玉交转身就朝他们点赞 让两个庞然大物蒙了 什么情况 玉交疯狂点赞 他感觉太古雷黄逃不掉了 以后就得留在天上宗 这样一来 他很容易因为以前的事被太古雷黄暴富 现在必须找个靠山 历寿与虚妄就不错 这两个打得太古雷黄找不着北 厉害着呢 看着玉交给自己点赞 历寿与虚妄茫然 但看玉交目光顺眼多了 本以为凭着绝对的力量 可以压服太古雷黄 但陆影还是小看了太古雷黄 这家伙与历寿还有虚妄完全不同 不管陆影怎么暴揍 就是不屈服 无奈之下 陆影把他交给了历寿 虚妄 让他们想办法打得太古雷黄屈服 陆影在天上 宗轻易压服太古雷黄的消息传到了白云城 江城感慨 连太古雷黄都能一脚踩下 这宇宙怕是没什么人能跟陆兄一战了 柳偏然坐在江峰旁边 江峰毫无意识 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机械地抱着三神器 太古雷黄并不容易寻服 毕竟雷霆代表了霸道 任何修炼雷霆的生物都极其高傲 当初你们父亲收复九级雷鹰也并不容易 江青月掰了半橘子地到江峰嘴边 江峰依然没有动作 直到柳偏然将橘子塞进江峰嘴里 江峰也知识本能的烟进去 咬都不咬 江青月目光泛红 无声地陪在江峰身旁 江峰没死 这是最大的好消息 毕竟面对那位清草大师 连踏入使径的古神都死了 死得悄无声息 农易站在旁边都没察觉到 柳偏然他们已经很庆幸了 就是不知道江峰会在这种状态待多久 亦或是永远留在这种状态 此刻 江峰依然如同坠入深渊一般 但他感受到的呼吸越来越多了 即便在没有万物的宇宙边界 他都能感受到星空的呼吸 而今回到白云城 那些呼吸仿佛成了他第二双眼睛 他已经渐渐可以分辨出这些呼吸来自谁 知识依然失去了自我 没有办法对外界表示什么 这种状态下 宇宙的呼吸越来越绵长 有呼吸 就有生命 若这宇宙之中没有生命 那便 点缀生命 他抱着三神器 卓宝带给了这个平行时空地球 一条修炼上的捷径 拥有与序列规则相契合的事 但这条捷径已经到了死路 恐天赵数次生死之战都突破不了 既然生死都突破不了 那么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下 又会如何 江峰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永远保持这种活死人状态 黑暗 还是黑暗 永久的黑暗 却伴随着无尽的呼吸 呼吸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半年后 天上综厚园等一系列研究能量源 为政武器的部门全部去了武林族 开始最大时间流速的研究 露营给了他们明确的目标 至今为止 超时空黑色能量源有12枚 原本有15枚的 随着一次次战争 又一个个被制造出来 现在就剩12枚 露营给紫静的任务目标是100枚 当紫静听到这个任务目标 直接傻眼了 包括在超时空的何然也傻眼了 不可能 超时空历史上就没出现过这么多黑色能量源 露主如果要100枚白色能量源没问题 但黑色能量源 紫静话还没说完就被露营打断 他曾经有过自己的心思 也得到了一枚黑色能量源 有自保之力 但与露营层次差得太多太多了 如今面对露营 依然跟属下一样 白色能量源毫无用处 我不需要那些 集中全部资源给我制造黑色能量源 露营吩咐 紫静为难 何然开口 就算集中六方会所有资源 也最多制造27枚黑色能量源 这已经考虑在武林族 不耗费多少时间的情况下 给我列出清单 上交天上宗 会有人专门给你们寻找资源 你们的资源有部分可以借助 无限帝国制造 所有平行时空必须上交资源 制造黑色能量源 有任何阻碍者 上报天上宗 露营下了死命令 不给他们任何反驳的机会 100枚黑色能量源 就是100位阻境强者 尽管与普通阻境强者有区别 单对单不可能是正常阻境强者的对手 但也比半阻强一些 灵化宇宙有固定的修炼模式 对比天元宇宙确实优势极大 但天元宇宙也不是没办法反抗 一个个平行时空创造了一个个文明 或是修炼 或是科技 这就跟录影新脏处星空的力量一样 确实很杂 但很杂 不代表没有超越一统的可能 万道归一 只要是宇宙中存在的 最终都可以有效被利用 紫静宇何然无奈地领了任务 接下来时间 他们会全部耗费 在制作黑色能量源上 至于溃枝术 没必要制作了 太笨重 除非制作出达到 使径破坏力的溃枝术杀器 否则面对灵化宇宙根本没用 会被人家轻易破坏 远不如黑色能量源有实用价值 录影很快来到了 维阵武器制作的部门 这里分为两个部门 一个是专门研究维阵技术 以古炎天师 修明天师 力天师他们为主 加上原本极光宇宙飞船公司的万工 宣大师等等 第二个则是专门研究宇宙战甲 以及承载维阵武器框架 里面有原本极光宇宙飞船公司制董 总工程师标子 科技星域创天苑森苑主 与一本城半天城主 当初维阵武器制作部门成立后 研究出了三阵组合与五阵组合 但不够 远远不够应对零化宇宙的战争 即便当初规划的二十八阵组合 也不过才百万战力 依旧远远不够 好在这么多年无人打扰 这个部门已经突破二十八阵组合 研究到了七十六阵组合 拥有半组层次的破坏力 尽管还没投入实用 但他们有自信 百年内可以研究出来批量制作 但录影直接给他们下达任务 组境破坏力的微阵组合 我不管诸位用什么办法 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这也是将你们带来五陵组的原因 这里拥有外界百倍时间流速 七十六阵组合最多一年就研究出来了 我需要的是阻境破坏力 阻境 制动则舌 阻境破坏力的微阵组合 能达到 可以 利天师兴奋 他最擅长沙发元宝阵法 在背面战场不做别的 专门研究沙发元宝阵法 录影都没见过他几次 他对微阵组合相当感兴趣 前几天我们还讨论过 108阵微阵组合的可能 虽然艰难 即便理论成果都需要数百年才可能成立 但有成立的可能就就有制作的可能 古言天师道 确实有可能 虽然比较耗费时间 第三千三百零四张恶加 录影肃目 诸位 事关宇宙生死存亡 我不知道灵化宇宙会在多久之后入侵我们 但照目前来看 我们与灵化宇宙有着很大的差距 他们以同一种模式修炼持续了无数年 相当于我们这方时空将天上宗的璀璨蔓延到现在 可以想象这个差距有多大 众人脸色一变 他们或多或少听说了灵化宇宙的事 这是录影让人告诉他们的 就是为接下来的疯狂研究制造做准备 如此大差距 不拼命追赶 我们就完了 他们的目的是重启这方宇宙 毁灭我们所有人来成全他们自己 我录影就算死也不可能让他们成功 我希望诸位也一样 拼死给我研究出来 108阵为阵组合 拥有阻净破坏力 我要一万个 录影的师则大开口直接把所有人阵萌了 就连修明天师这种温文尔雅的人都傻眼 立天师的兴奋就像被掐住喉咙一般 一万个 彪子总工程师骇然 录影很认真 重要的是理论研究 不是吗 只要能研究出来 体谅制造应该很快吧 如果不是顾忌录影的身份 彪子总工程师都要骂娘了 这懂咳嗽几声 那个 录主 108阵为阵的研究我不懂 但要承载这种程度的围阵 宇宙战甲的强度就要非常非常高 高到超出我们之前研究的所有材料 这不容易研制 更难制造 录影点头 所以我会让无限帝国配合你们 我会给他们下达机甲制造的任务 制造机甲用到的材料相当坚固 你们应该听过 这懂目光一亮 他们当然听过 当初无限帝国入侵时空间 天上宗抓了一台机甲研究 发现无限帝国太奢侈了 制造机甲的材料相当珍贵 一台机甲那么庞大 消耗的材料不计其数 无限帝国入侵各个平行时空太多年 他们究竟积攒了多少材料没人知道 不仅如此 需要什么材料 我会让天上宗以祖境抢者带头 去各个平行时空找 买 哪怕是抢 我也会抢回来 十个 百个 千个平行时空 无穷无尽的资源 我就不幸堆不出一万个围阵武器 录影发狠 众人都被带动 有些兴奋 这是整个宇宙众多平行时空大联合 究竟会带来多少材料 谁也不知道 哪怕这种都算不出来 因为每个平行时空的材料都不同 如果没有武林祖百倍时间流速 他们想研究耗费的时间就比较恐怖了 最起码以千年为单位 甚至万年 但如今百倍时间流速下 他们敢尝试一把 对了 中途我或许还会带你们去肾域 哪里时间停滞 我希望你们能研究出来 如果有一万个围阵武器 达到阻径破坏力 我能把灵化宇宙轰得找不找北 录影力声道 灵化宇宙是强 十大序列之机 八十八种序列之法 再加上那些强者 以及最可怕的永生静青草大师 但那又如何 录影就是要集中整个天元宇宙的资源 与灵化宇宙来一场决战 这与决战永恒族完全不同 与永恒族一战 解决永恒族的高手就可以 而灵化宇宙 不解决他们的有生力量 即便打退他们一次两次进攻 还会有三次 四次 五次 无穷无尽 灵奇与灵退确实善于培养人才 缩短修炼进度 这是文明与文明的碰撞 远非永恒族之战可比 这将是一场没有人性的文明对撞 不会有赢家 陆影也不想当输家 就看自己在史空间这么多年的经历 究竟能带出多大的力量 没有理会依旧沉浸在震撼中的众人 陆影去了无限帝国 无限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分量很重 倒不是发挥的战力 而是对能量源研究与为证武器研究的支援 他们是重中之重 远超科技星域 录影给无限帝国下达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以天上宗给出的清单未准 制造那些材料 用的是无限帝国的技术 第二个就是无限帝国本身要制造机甲 当前帝国有十七台十环机甲 十台十一环机甲与六台十二环机甲 当今上皇上天纵恭敬回到 在场还有上城 上安安与环能研究院院长 人称环老 他一直待在环能研究院 多年下来 本名是什么已经没人记得 所有人要么称他老先生 要么称他环老 不够 远远不够 录影目光扫过几人 给了任务 十环机甲要五十台 上天纵几人呆了 五十台 他们无限帝国最巅峰时期都没这么多 十一环机甲要二十台 至于十二环机甲 最起码翻一倍 十二台 录主 这 这怎么可能达到 上天纵急忙到 一旁 上城松口气 幸亏没当上皇 这要求根本不可能达到 录影看着上天纵 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 零化宇宙的是你们也知道 如果战败 整个宇宙都将毁灭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哪怕把你那个黄座给我炼了提纯金属 也要达到我的要求 上天纵脸色难看 不敢回话 求救时的看向环老 录影道 如今所有平行时空资源全部汇聚 这将是整个宇宙联手的战争 不容许任何差错 别以为给你们的要求高 去问问紫禁 只懂他们就知道我对你们无限帝国已经很宽容了 说完 他看向环老 十三环环能能不能研究出来 环老直接道 不能 录影叹息 十二环环能已经达到序列规则层次 十三环环能 那是直辩 可以达到使劲 如果能研究出来 对这场战争 他的信心将空前膨胀 可惜 只便没那么容易研究 陆主 要想研究出十三环环能 缺少试验数据 而且是大量的试验数据 至少要有一两个十三环高手配合我们 即便天上宗可以做到这些 能否研究出来 老夫也不会给保证 环老道 如今为了应对这场战争 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放下十三环环能研究 老夫全力配合制作机甲还有材料的提纯 效率必定会增加很多 陆影诧异 环老愿意暂时放下十三环环能研究 上天纵 上城他们都惊讶了 环老对于十三环环能研究的痴迷谁都知道 杀了他容易 让他放弃研究却很难 陆影都没想过让环老配合制作机甲 没想到他主动提了出来 环老叹息 宇宙不存 何来的十三环环能 老夫虽渴望研究十三环 但前提是无限帝国还存在 陆主 老夫只有一个请求 说 陆影道 环老目光炙热 抓几个零化宇宙十三环高手给老夫研究 陆影嘴角弯起 与环老对视 好 环老笑了 陆影也笑了 尽管对未来的战争迷茫 但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 就有剩的可能 离开无限帝国 陆影去了业无所在的地方 如今业无不可能逃了 他能逃到哪里去 而且要面对零化宇宙战争 一旦失败 宇宙都将重起 他逃无可逃 陆影给了他十具阻径强者尸体 都是那些投靠永恒族的人类叛徒 大多数祖境强者死亡 根本留不下尸身 能找到十具已经相当不错 给业无的目的很简单 共生 共生出十个祖境 业无自然同意 并且保证陆影能找来多少 他就能共生出多少 陆影也下令让天上宗秘密寻找 这种事不好明的说 与灵化宇宙开战仪式 也没有对外宣布 否则会造成恐慌 让所有人知道此事并没有帮助 反而会拖后腿 陆影让所有人达成的目标 都是祖境 连伴祖都不在乎 因为他很清楚 与灵化宇宙开战 祖境之下都是蝼蚁 下一个是恶之征伐 来到恶之征伐 陆影没有急着下任务 而是要去看看 那位令恶之征伐 变成这样的疯子恶家 恶家 是使径强者 一个疯了的使径强者 陆影与穆先生提过 穆先生告知 恶家突破使径出了问题 力量全部封闭于体内 虽不断增强 却会引爆自身 不得不通过咬别人释放力量 这也是恶之征伐的来历 陆影想看看 有没有办法帮帮这位恶家 如果能让此人清醒 就会多一个使径强者 当然 可能性不大 否则穆先生早就做了 穆先生曾言 帮恶家恢复比 让一个祖境突破到使径还难 不久后 陆影在恶难带路下见到了恶家 他见过一次 此次再看到 感受又不同了 打开 陆影道 恶难一争 陆主要进去 陆影点头 恶难迟疑 恶家老祖疯了 只会通过岩四本能云出力量 一旦进去 可能会遭遇不测 我们一族不少人死在老祖手下 陆影道 没关系 恶难没有再劝 陆影的实力 他看到了 一脚踩下太古雷黄 其恐怖深入人心 即便使尽强者也未必是对手 更不用说一个疯了的恶家 困住恶家的并不是什么坚固的球龙 心意就能破坏 真正求助恶家的是他自己 第3305章为其所用 当陆影走路 坐在角落的恶家陡然抬头 双目猙獰 毫无人性 多年的吸血让他有一种野兽的感觉 陆影缓缓接近恶家 打量着他 恶家呼吸沉重 右手紧紧抓着一把梳子 当初第一次来恶之征法 恶姬就说过 他们的疯子老祖最在意形象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梳子呢 如今看来果然不错 即便疯了 梳子都不离手 陆影对这位疯子老祖颇为尊敬 恶之征法有加训 不对我们呲牙 我们绝不动手 这是一个将对生命尊重刻入骨子里的老祖 即便疯了也自我囚禁 这样的人值得尊重 这时恶家猛地起身 一手抓向陆影 陆影同时抬手 抓住恶家的手 外面 恶难看了心提起来 如果陆影在这出事 恶之征法就完了 哭的一声 恶之征法震动 陆影紧紧抓住恶家的手 任凭恶家如何用力都甩不开 陆影拥有这方宇宙极限的力量 恶家即便是使劲 其力量也不可能超越陆影 要知道 就连唯一真神在平常状态下的力量 也无法超越陆影 除非施展真神自在法或者是王变 恶家低吼 双目疯狂 赤红 另一只手握着梳子砸来 也被陆影一把抓住 一个疯了的使劲 如何是陆影对手 恶家直接被控制住 随着陆影用力 正开恶家手臂 一手压在恶家肩膀 恶家背对着陆影疯狂挥舞手臂 却争不开陆影的力量 这一幕看的恶难不是滋味 堂堂恶家老祖 竟被陆影轻易控制 恶家老祖疯狂挣扎 陆影叹口气 前辈 对不住 晚辈失礼了 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恶家老祖的情况 有些无奈 正如沐先生说的 外人很难解决 他倒是可以将恶家老祖体内的力量宣泄 但如此一来 这位恶家老祖便会失去修位 与普通人无异 而恶家老祖能否恢复正常还未知 陆影沉默片刻 松开手 走了出去 恶家老祖之事疯狂丝毫了一会 冲到门口 又捂住脑袋大喊大叫 最终重新坐回了角落 就这么呆呆看着书子 陆影将自己能做的告诉了恶难 恶难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如果确保能让恶家老祖恢复正常 他们恶之征伐愿意 恶家老祖痛苦了太久 也让恶之征伐痛苦了太久 他们宁愿重新修炼 也不想走这段痛苦的路 于陆影而言也愿意为恶家老祖解脱 这位前辈让人尊重 但他无法保证恶家老祖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帮他解脱 他却还是疯子 又有什么意义 如今大战在即 天元宇宙需要恶之征伐的力量 如果老祖清醒 宁愿让恶之征伐保留这股力量 恶难沉生道 陆影看着他 所以恶家前辈让人尊敬 我也相信前辈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保全你们 保全这方宇宙 但于我而言 其实多你们恶之征伐一个不多 如果能确定帮恶家前辈恢复清醒 让前辈解脱 我愿意 就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恶难考虑了一会 看向录影 录主 现在的你做不到 未来呢 录影目光一闪 帮恶家前辈恢复清醒 还能保留前辈的力量 恶难点头 恶之征伐虽然因为老祖 寿命短暂 形成了及时行了的风气 很多人想逃离 但如果真失去了老祖的力量 恶之征伐就能走出强者吗 我们一族才多少人 凭什么能走出强者 谁也不敢保证 一个宇宙无数无数的人才有多少阻径强者 以前我不懂 现在我明白了 真正看过顶峰 是不愿意去当纳罗尼的 因为攀登顶峰太难太难 我承认这是自私 但恶之征伐需要这种自私 我是组长 应该带着恶之征伐走正确的路 录影山深看了眼恶难 想了想 说不好 未来 或许可以做到 路主 我以恶之征伐组长的身份 做一个自私的决定 请不要改变恶家老祖 若未来路主可以帮恶家老祖解脱 就帮恶之征伐一把 若不能 就请让恶之征伐继续下去 直到有组长改变决定 恶难郑重请求 录影点点头 这是你们恶之征伐的事 我不会干涉你的决定 如今既然决定了 那我也要向你们恶之征伐下达任务 这是面对灵化宇宙 集中所有力量的任务 谁都不能拒绝 路主请说 恶难肃穆 如今你们恶之征伐 可以通过恶家前辈 获得祖境破坏力的有多少人 七个 我要五十个 恶难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呆呆望着录影 路主 您说多少 录影道 五十个 恶难无语 不可能 为什么 要承受老祖的力量 不是被咬那么简单 至少身体要能适应 那股力量 我们恶之征伐一个人 从出生开始 直到可以承受阻径破坏力 被咬的次数极多 这还是有些天赋的 有些族人 哪怕被咬次数再多 也无法承受 死去的族人太多太多了 七个已经不少 我最多能增加到十个 需要冒点险 五十个 根本不可能 恶难直言 而且我知道天上宗 将一批人送入时间 流速不同的时空 但这招对我们没用 我们都知是普通人 甚至不如普通人 有些普通人 靠着科技力量能活数百年 而我们只能活两三百年 就因为老祖的力量 对我们本身破坏也太大 所以没办法做到 录影盯着恶难 有一个办法 恶难迷茫 生孩子 啊 多生孩子 不断生孩子 你们族人现在有五万人左右 可以诞生七个承受祖境力量的人 如果有五十万人 五百万人 甚至五千万人 那会有多少祖境族人 恶难苦涩 可恶加劳组只有一个 而且即便我们真能提升到五千万人 拥有数十个达到祖境层次的族人 但这些族人也只能活两百岁 我不需要他们活到多久 只要保证在开战的时候 有这么多祖境族人就行 录影道 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我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 就连一五那种共生尸体之法都利用了 宇宙存亡 但系之间 去五领族 发展人口 疯狂增加族人 增加祖境族人 这就是我给恶之征法的任务 你为了恶之征法可以自私 我为了我们宇宙 同样可以自私 恶难叹息 我理解录主的立场 好 我尽一切可能增加祖境族人 确保在与灵化宇宙开战时 让祖境族人数量增加到五十人 前提是你不能去五领族 我需要一个真正与天上综艺新的族长 不想出意外 录影道 恶难点头 我明白 整个宇宙陷入了快节奏的氛围 没人知道这种氛围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知道不管是资源还是材料 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至于方向是什么 谁都说不清 能量源 维阵武器 宇宙战甲 机甲等等 还有规矩这种可以寻找序列规则强者的工具 还有金色古文字观想 整个宇宙都感受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息 明明永恒足败了 人类却越发紧张 数月后 天上宗后山 一个久远的人到来 面朝陆影 深深行礼 参见陆主 陆影背对着来人 望着湖面 多久没近了 银 来的人正是银 曾与陆影一同自地球走出 那时候还有下落 陆路没彼思他们 而今物是人非 一个个都不会与陆影交集 差距太大了 银笑得眯起了眼 一如往常 让人不舒服 跟狐狸一样 差不多五十年了 陆影起来 转身 看向银 一瞬间 难以形容的威势席卷天地 朝着银铺天盖地而来 银整个人趴在地上 承受着这滔天之威 这股威势别说它 就算祖境都会被压趴下 这是来自这方宇宙最顶尖强者的威势 面对这股威势 银从未感觉自己这般渺小 此刻的差距比普通人 与修炼者的差距还大 它趴在地上 尽可能想抬起头 却怎么都抬不起来 发自灵魂的恐惧与生物本能的天性 让它无法抬头 只能承受这股威压 陆影一步步接近银 每一步都似在将银自大地踩入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很久 也可能是一瞬间 威势消失 只有片片落叶在银头顶飘落 银艰难抬头 整个人已经大寒淋漓 看着落叶飘下 陆影蹲下身 看着他 五十年未见 你提升得很快 相当不错 是植骨人的原因 银喘着粗细 看着镜在咫尺 却如同天威的陆影 陆主想要植骨人做些什么 陆影深深看着银 那要看你这个植骨人 能为我做些什么 植骨人 是银 也是陆影让他来天上宗的根本原因 唯一真神创造植骨人一脉 制造了一个骨舟 陆影也想看看银能做到什么地步 如果也能为他带来一个骨舟 这份力量就太强大了 要知道 当初骨舟内那些强者的海骨 他可是收着了 当时就想到银 植骨可以被唯一真神所用 也可以被任何植骨人所用 第3306章荣血述 对于银来说 他认得清自己的地位 以自己的实力 天上宗根本不会在意 其于过往都在当初死神左臂仪式中 一笔勾销了 唯有植骨人这个特性让他会被陆影在意 他眯着双眼 尽管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却也给他的人生带来转机 陆影 是这方宇宙可以决定任何人命运的存在 陆主 高度不同 理解的也不同 还请您说 银说到 陆影看着他 你可听过骨舟 银摇头 得强者骨骼 以尸王肉身驱动 获得强者生前实力 汇聚敬白祖敬强者 世卫骨舟 陆影缓缓道 银目光睁开 带着激动与压抑 有这种事 陆影看着他 你不知道 还是不理解 理解不难 当初天斗就研究了植骨人一脉 撕开我的每一寸血肉 也撕开他自己的每一寸血肉 成功将死神左臂移植了上去 可惜 因为惧怕伴祖元节而不敢突破 如果他拥有伴祖的实力 下场就不会是那样 天都能做到 唯一真神自然更能做到 没猜错 植骨人一脉就是唯一真神创造的吧 银猜测 陆影好笑 你还真聪明 银耸奸 创造植骨人一脉的必然是滔天人物 否则哪来的这个奇异种族 这可是一经出现就会因为忌惮而被灭亡的种族 价值可不在陆主的陆家之下 这点录影承认 植骨人是非常强大的一脉 骨舟就是证明 如果给唯一真神充足的骨骼 它可以创造一个骨舟 也可以创造两个骨舟 不过有一点他不明白 骨舟上还有很多骨骼 为什么不将这些骨骼全部利用起来 那样诞生的强者可就不仅仅是敬百 而是数百 足以横扫一切 陆影将这个疑问说了出来 银摇头 没那么简单 尽管我也不知道原因 但两个植骨人同时移植一个人的骨骼 只有一个人能发挥骨骼主人的实力 另一个失败 自古就是如此 看来连唯一真神这个算是我们老祖的人都解决不了 陆影目光一闪 莫非也是因为极限 宇宙不存在极限 如果植骨人可以靠植骨的方式 无限复制一个人的实力 那就是极限 违背了宇宙的原则 自己虽然理论上将力量达到这方宇宙生物的极限 但也知是生物的极限 并非真正宇宙的极限 唯一真神就可以凭着尸王便与真神自在法超越自己 力量 依然有上升的空间 所以还没触碰宇宙不能有极限的规则 而植骨人一脉显然会触碰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录影也知能靠猜 我希望你能给我创造一个古周 足尽实力的古周 录影道 灵感慨 我料到陆主找我做的事不容易 但没想到这么不容易 陆主 古周是唯一真神才可以创造出来的 我做不到 录影看着他 不管能不能做到 必须尝试 原因我不会告诉你 但可以给你保证 只要你能做到 这方宇宙任你纵横 天上宗内外八道的位置 你可以随便挑一个 灵嘴角弯起 真有诱惑力 灵这个人非常不受控 即便陆影掌握他生死 他也未必那么听话 所以刚刚见面 陆影才以威压镇着他 并许之以利诱 但影的想法 陆影猜不透 这个人将一切都隐藏了起来 或许这就是植骨人的特性 站在录影的高度 他不需要看轻盈在想什么 无论影响什么 其思维都突破不了录影 所掌握的一切 要想成功植骨 有几个条件 第一 肉体必须撑得住力量的发挥 第二 血液必须达标 植骨人的血液 可以容纳所有生物 但也有个度 这个度就是对力量的承受 骨骼主人生前力量越强 承受骨骼的血液 就必须越能包容 否则血液都没了 身体也动不起来 您看着录影 不是我不想帮录主 即便录主给我阻尽骨骼 我本人都无法植骨成功 更不用说帮录主创造一个骨骼 曾经融入死神植骨 给我带来的创伤很重 而且我也发挥不了死神半分威力 录影道 你说的那两点我当然考虑过 藏元里有游诗 那些游诗相当一部分达到半祖 甚至有阻尽 永恒族师王可以承受植骨 这些游诗一样可以 银点头 可以 至于血液 录影看着银 你可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件事 枯萎在陈祖大幕内吸收了陈祖血液 让它可以变成大巨人 我将它的血液无限提升 接近陈祖 便可以令整个大巨人一族蜕变 达到某种层次 其肉体 血液都会蜕变 当然 普通祖竟不至于如何蜕变 其诞生的后人也不会怎么样 不管怎么提升 其后人的血液最多向其祖靠近 无法形成蜕变 除非其后人拥有与其祖同样的天赋能力 比如我 就拥有点江台与风神屠戮 在我尚未修炼有成时 提升我自己的血液可以接近陈祖元老祖 而你也是一样 唯一真神创造了植骨人一脉 你的血液就拥有植骨人的特性 只要提升你的血液 便可无限接近唯一真神在植骨人一脉的特性 不说可以完全接近唯一真神 至少植骨人一脉的特性 你可以接近 以你的血液 替油施换血 银蒸蒸看着陆影 什么提升 提升血液 他不知道陆影怎么做得到 但他说的理论是成立的 很多修炼者等强大了之后才诞生后人 就因为可以将自身血脉天赋延续下去 祖境也一样 但后人毕竟是后人 不可能与其祖完全一样 但如果能提升血液就不同了 越接近其祖 其血脉天赋就越强大 一个祖境的后人提升血液后 修炼的天赋能力远不是普通修炼者可比 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提升血液 银明白了 陆影可以提升血液 所以修炼无往不利 曾经就有传说 说陆影可以提升外物 原来是真的 将银的血液提升 其血液拥有止鼓人包容的特性 替换到游尸体内 完全有可能让游尸止鼓成功 如果能创造一个鼓舟 陆影深呼吸口气 它还真就不怕灵化宇宙了 能量元 为正武器 机甲 恶之蒸伐 夜舞的共生 再加上原本天元宇宙拥有的阻径 再加上一个鼓舟 陆影都无法想象那一刻人类 有多么强大 完全可以凭祖境组成一支军队了 那才是无可比拟的盛世 远超曾经璀璨到极致的天上宗时代 那个时候的天上宗时代 能有多少祖境 灵化宇宙有灵化宇宙的特色 天元宇宙也有天元宇宙的特色 陆影本身就像天元宇宙 修炼得太杂 但最终可以万道归一 成就心脏处星空 无敌宇宙 听陆影说了那么多 明显是准备好的 银环缓行李 陆主所想 或许可以成功 但还有一点 他看着陆影 即便提升 陆主真有把握提升到 唯一真神在植骨人一脉特性的层次 我的血脉已经非常稀薄了 毕竟传下去那么多年 而且又被天斗试验 天斗将我血脉中植骨人一脉的特性 化解了很多 即便提升 或许也达不到陆主想要的 陆影背着双手 出来吧 不远处 一道人影走来 身躯曼妙 极具美感 赫然是蓝仙 第六大陆伴祖强者 银看着蓝仙 目光迷茫 蓝仙来到陆影身前 缓缓行礼 陆主 当初陆影踏上修炼之路时 这个女人就是伴祖 还与陆影有过战斗 其后随着陆影越走越高 她已经看不到背影 而今 更是无法触及 陆影看着蓝仙 告诉她链血术 银神色一动 链血术 蓝仙面对银 将链血术说了出来 银听了一会 脱口而出 这是我们一族的溶血术 陆影不意外 当初听到链血术时 她就想到银的植骨人一脉 怎么看 这链血术与植骨人一脉都有关联 看来还真是 蓝仙不理解 银看着蓝仙 这么链血术你是怎么得到的 字迷罗和德道 蓝仙道 银感慨 露主目光深远 佩服 这门链血术正是我 植骨人一脉的溶血术 植骨人一脉 想要通过更换骨骼 得到强者力量 对血液要求极高 多少年下来 便创造了溶血术 每过一段时间 都要提纯自身血液 向先祖靠近 以此才能保证 植骨人一脉的传承 但有一次植骨人 被大肆屠杀 这门溶血术失传了 而今重获溶血术 我有把握将自身血液提纯 给陆银一个完整的植骨人血液 陆银道 我说过 只要你能完成任务 内外八道的位置随便挑 银深深行礼 多谢陆主 陆银又看向蓝仙 你并未破三观 无法破阻 但可以赐你能量元 同样拥有阻尽实力 蓝仙感激 谢陆主 在他们退下后 陆银深呼吸口气 该做的事都做了 接下来 就看他们的 而自己要全力寻找唯一真神 缘其老怪他们 尽可能解决内患 希望灵化宇宙来得迟一些 武林足有百倍外界的时间流速 哪怕稍迟一天 对于天元宇宙都是几个月的时间 第3307章玉蝴蝶 转眼 三年过去了 这三年里 录影不断寻找唯一真神他们 却就是找不到 习祖同样找不到 唯一真神 缘其老怪他们就跟失踪了一样 尽管他们看到了宇宙边界 但整的天元宇宙依然非常大 难以完全搜变 而这三年内 在天上宗的把持下 各个平行时空节奏远比三年前更快 所有材料习惯性分解 往天上宗运输 一旦发现新的材料 都会有人第一时间分析 然后上传天上宗 能量员 机甲 微正武器等需要的材料太多 他们本以为难以完成录影的任务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材料送来 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 集合众多平行时空资源 写庞大 即便祖境都瞠目结舌 尤其不断有新的平行时空被发现 一经发现 立刻搜索资源 没有平行时空可以与天上宗对抗 整个宇宙目标很简单 资源 资源 还是资源 如果说灵化宇宙以其统一的修炼模式 诞生无数强大修炼者 那么天元宇宙就用耗尽其资源 结合资源对抗这的庞然大物 虽说是节词而语 但没办法 不这么做 一旦天元宇宙战败 整个宇宙都没了 更不用说资源 这一天 刚回到天上宗的陆尹得到汇报 六方道场被屠戮 血流成河 这个消息引爆了天上宗 六方道场已经不仅仅是六方道场那么简单 更是天上宗培养修炼者的地方 当初六方会武 可是有一大批年轻精英在那 陆尹得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去了六方道场 此刻 六方道场血流成河 竟皆被屠戮 血气冲天 陆尹看着眼前虚像音的尸体 脸色前所未有阴沉 周围聚集了很多人 大气都不敢出 正前方 石胜单膝跪地 咬牙 脸色长红 心惊外露 为什么离开 陆尹语气冰冷 六方道场必须有阻禁强者坐镇 如今坐镇六方道场的就是石胜 但六方道场被屠杀时 石胜不在 石胜握拳 回陆主 我儿重伤 所以敢回去看看 陆尹随手一挥 将石胜震飞 砸在地上 石胜吐出口血 艰难爬起来 依旧单膝跪地 不敢有丝毫怨气 陆尹眼睛眯起 扫过整个六方道场 无意活口 是谁做的 不知 石胜可出口血回到 陆尹目光扫过周围人 却无人知晓 陆尹周边 流光小船出现 随手一挥 穿梭岁月长河 他倒要看看什么人 屠陆六方道场 不可能是唯一真神 元其老怪他们 他们不至于 对六方道场 这种小地方动手 要屠陆也应该是 有阻境的地方 更不可能放过石胜 画面不断穿梭 如今的流光小船 已经不是可以 回看多少秒的问题 毕竟录影 可是能横渡 岁月长河的 一个个画面闪过 忽然的 录影看向一个画面 画面内正是一个学生 被屠杀的过程 而整个画面 只看到流光飞舞 玉色 很美丽 带走了那个学生的头颅 染红了虚空 紧接着 不断有画面出现 录影平静看着 看到的都是血色 只有一道道 玉色的流光 鲜血都未能将其染成红色 忽然的 录影看到了虚像英 屈于神道院 虚像英背对着画面 只见玉色闪过 他缓缓倒地 死亡 录影挥手 流光继续穿梭 就看着一个画面 画面不断闪过 前 后 他都看了多次 是一个年轻人 以玉色的流光 屠杀了整个六方道场 而第一个被杀的 就是虚像英 虚像英拥有 必重虚神 实力堪比半组 那个年轻人 并非正面击败他 而是靠偷袭 可耻的偷袭 杀了虚像英 紧接着屠露 整个六方道场 录影脸色阴沉至极 盯着画面中 那个年轻人 他叫雨冷 有人开口 此人当过六方道场导师 在两年前离开 一眼认出 那个年轻人 我想起来 此子是六方会 武探索进层次的精英 进入六方道场修炼 起初进度很快 但为人冷漠 常常被欺负 虚像英前辈还帮过他几次 又有人道 录影静静听着 了解了这个 叫雨冷的年轻人 但综合所有人的说法 此人连狩猎镜都不到 凭什么杀虚像英 六方道场即便没有十胜 也还有不止一位半祖坐镇 但那些半祖都死了 足足四个半祖 就包括虚像英 这是自于永恒族一战后 天上宗执掌宇宙遭遇的最大血案 最离奇的就是 那个年轻人凭什么屠杀六方道场 那道玉瑟 必然是那道玉瑟流光 录影不断看着岁月长河画面 不断回溯 所有人都陪在这等 其间 虚无畏来了 然后公圣也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白望远逃离了轮回时空 在当初与永恒族 决战第二狱的时候就消失了 他知道录影不会放过他 而对于此人 录影也下令天上宗追杀 生死勿论 岁月长河 画面定格 录影盯着画面 与虚空会出图案 是一个虫子 玉瑟 看起来精致漂亮 形似蝴蝶 在一个年轻人指尖飞舞 那个年轻人就是于朗 他独自一人站在虚神道院 痴密地看着指尖 避开所有人 但他避不开岁月长河 这一幕终究被录影找到 录影看着那的玉色的蝴蝶 就是这东西屠杀了六方道场 一个探索镜的小家伙 即便得到再强大的外物 也不可能杀死伴祖 他当初就算再怎么提升外物 也不可能在探索镜杀死伴祖 那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但这个羽冷做到了 他凭什么 那个玉蝴蝶究竟是什么 蝴蝶 不会与天恩有什么关系吧 不对 天恩已经死了 对这个羽冷 你们有什么了解 尤其是这个玉蝴蝶 录影问 身后 有人奇怪 怎么会是玉蝴蝶 当初他与虚神时空的虚康对战 被逼得用出了一种虫子 应该就是他得到的传承 但那个虫子是类似蜻蜓的东西 玉蜻蜓才对 又有人道 我也想起来了 那是三年前 当时不少人惊喜 这个羽冷靠着玉蜻蜓打败了虚康 在六方道场还引起轰动 后来此人数次被虚康那火人挑战都没再用玉蜻蜓 忍了下来 可这玉蝴蝶又是哪来的 据说来自一个圆形的球体 那个球体有很多小圆球构成 玉蜻蜓就来自其中一个小圆球 莫非 这玉蝴蝶来自另一个小圆球 不可能吧 如果这样 此子到底会有多少虫子 录影目光冰朗 传令天上宗 发布所有平行时空 全力抓捕鱼蜂 此子或许会易蝶 凡看到玉蜀虫子的一律抓起来 他数次利用易蝶蛮满天过海 不保证这个鱼蜂没有相同的手段 易蝶可以 但这种玉蜀的虫子却无法隐藏 战斗中也没机会让它隐藏 除非不用 就在录影命令下达不足十天 一个个汇报传入天上宗 都是发现绿色虫子的 来自不同的平行时空 这个现象让录影有不好的预感 很快 有人被带来天上宗 是个四五十岁样貌的大汉 锁着铁链 带到录影面前 大汉桀骜不询 但在看到录影的一刻 也畏惧了起来 虫子在哪 录影看着大汉 大汉咽了烟口水 目光凶利 看向录影 我没错 别人想抢我东西 我就杀了他们 我有什么错 录主 试问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不会反杀 录影平静 我在问你 虫子在哪 大汉还想说什么 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威压令他天旋地转 一口血吐出 颤颤巍巍自宁空界 取出了玉色圆球 看着这个圆球 录影目光陡征 这个圆球正如六方道场导师说的 以不同的小圆球组成 整体是一个大圆球 看起来颇为精美 大汗喘着粗气 被录影的畏惧发自骨子里 摸着圆球 小心敲打其中一个 不一会 小圆球内爬出一个 玉色的蜻蜓 玉色蜻蜓小心爬到大汉手上 摩擦着翅膀 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录影目光中 这个玉色蜻蜓构造一清二楚 通体玉色 并没有生物的五脏器官 但为什么可以存在 而且确实是生命 大汉小心控制 玉蜻蜓朝着鹿影飞去 最终降落在鹿影手上 鹿影打亮着玉蜻蜓 这东西一捏就碎 但那是相对它 启蒙镜修炼者 都未必能捏碎这个玉蜻蜓 下一刻 玉蜻蜓竟想吞噬 鹿影的力量 鹿影挑眉 这个生物对于它来说如此渺小 连蜂蜓都算不上 却居然妄想吞噬它的力量 毫无确议 这就是玉蜻蜓的能力 还有吗 鹿影问 大汉产生道 有 这些小圆球内都能出现各种虫子 但我只能控制这个 还没修炼到控制下一个虫子的程度 鹿影认 由玉蜻蜓飞回大汉手中的圆球内 去修炼 我要看到所有的虫子 大汉不明白鹿影想做什么 它只能照做 在大汉被带走十数天后 又有人被带来 一模一样的圆球 一模一样的虫子 此人比大汉还差一些 玉蜻蜓都不太受控 但总归没有反噬其主 第三千三百零八张千里 一个月后又有人被带来 而各个平行时空不断传来玉色虫子的消息 道主 不太妙 这似乎是种大规模传承的力量 维容回禀 它负责寻找玉色虫子 脸色沉重 录影也看出来了 鱼冷凭着玉蝴蝶就杀了半组 而那个圆球内 玉蝴蝶 不过是第二种虫子 有一个被带来天上宗的人已经培育出玉蝴蝶 那个人称玉蝴蝶位 首武 圆球 虫子 分明是一种传承 而且是大规模传承 能让玉蝴蝶杀了半组 这种传承相当不简单 录影望着星空 人类并非宇宙唯一的生物 除了人类 还有星空巨兽 有各种各样的生物 而虫子 绝对是庞大的群体 它有预感 自己似乎遭遇了某种可怕的虫子传承 或者说 文明 草木茂盛的星球上到处都是鸟雀蟲鸣之音 空气非常潮湿 却也很清新 远方 山脉隐隐可见 在山脉上方是一颗冰淋破碎的星球 近半已经粉碎 碎屑朝着这颗星球而来 却又并没有对这颗星球造成太大伤害 皆因为一株巨大的植物挡在了星球上 挡住了碎屑 否则这些星球碎屑就算不摧毁这颗星球 也足以让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消失 一行五人行走在丛林内 这夜自身旁掠过 他们并不是走 而是飞行 你们确定是这 未守之人是个年轻男子 样貌鹦鹉 带着不凡气息 所过之处 周边空气都变得干燥了 仿佛蒸发了水汽 后面有人道 就是这颗星球 绝对没错 当初在六方道场 我们所在的方位恰好能看到那家伙 数次看到他望着星空图 就盯着这颗星球 三年了 我们找了三年 总算找到了这颗星球 希望别白跑一趟 未守的年轻人道 目光冰朗 后面几人对视 小声嘀咕 如果真能抓住那家伙 你们想向路主要什么赏赐 我想求路主收我位图 别做梦了 当路主的徒弟 大长老都要捧着你 嘿嘿 做梦麻 就要做大一点 不过我听说路主的两个弟子都不离开天上宗 奇怪 路主的弟子非凡人 有他们的打算 我要求不高 希望能去天上宗任职 这还不高 天上宗任职是无数无数的人梦寐以求的 但凡进入天上宗 等于一步登天 一些稍微差一些的平行时空都要拍你马屁 但对于路主来说这要求可不高 也对 路主不在乎 我没什么要求 就是想为六方道场的同学报仇 那混蛋竟然屠杀了六方道场 其中还有我们一师族前辈 这个仇必须报 为首纳的年轻人目光越发冰朗 一言不发 朝着远方飞去 他们要遍寻这颗星球 为防止雨冷逃跑 还不能动静太大 要耗费时间 半个月后 海洋与森林交界处 他们终于找到了 雨冷坐在海边 怀抱玉色圆球 出神地望着那颗破碎的星球 这是他安心的时刻 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受到温暖 这个宇宙给他带来的只有冰朗 任何妨碍他的人都会被抹杀 谁都别想逃 正望着星空出神 忽然的 玉蝴蝶自圆球内飞出 化为一道流光展向后方 雨冷大惊 陡然回头 手舞 胖的一声 冰刃相及 刀锋碎片插入地面 不断晃动 森林边缘 一人呆呆望着断刀 眼前是飞舞的玉蝴蝶 好锋利的蝴蝶 玉蝴蝶再次化为流光展向此人 此人急忙后退 后方接连出现数人 雨冷目光一缩 带着前所未有的杀意 你们不该来这 雨冷 受死 被称为六哥的年轻人撕裂虚空 一掌打向雨冷 掌心令虚空扭曲 进而沸腾 雨冷头皮发麻 高手 他眼前 一只只玉蝴蝶出现 组合成玉色的盾牌 六哥一掌打中玉色盾牌 盾牌破裂 雨冷步步后退 心疼地望着破碎的玉蝴蝶 睁眠而愿堵地盯着六哥 你找死 六哥看了眼自己手掌 这一掌居然没能瞬间破碎玉色盾牌 那个玉色盾牌不过启蒙尽实力 而他 以使空间境界来算 可是达到了心识的层次 他叫胡六 很多人称他六哥 而一些长辈喜欢叫他小六子 录影参加的那一次上三节 第一个吸引到卡片的是个孩子 不过五六岁 他 就是那个孩子 小六子 距离那一次上三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 当年的孩子早已成年 因为天赋其高 不仅仅修炼以失足卡片力量 更去过六方道场 修炼了各种力量 如今已经达到新史层次 虽然知识刚刚突破新史 但区区四十多年 已经相当快了 再次一掌打向雨冷 雨冷眼前 一只之欲蜻蜓飞出 转眼已有数百 数量还在增加 很快变成一片重云 狐六一掌轻易粉碎一片范围内的雨蜻蜓 这些雨蜻蜓虽然很坚硬 启蒙镜都难以捏碎 但他可是新史 又修炼了战绩 这些雨蜻蜓还不足以对付他 雨蜻蜓数量越来越多 雨冷步步后退 周身环绕玉蝴蝶 数量同样越来越多 六哥 交给我们 另外几人出手 他们都是启蒙镜修位 虽然远远比不上狐六 但对付雨蜻蜓足够了 狐六挥手驱散雨蜻蜓 眼前 巨大的流光展来 是玉蝴蝶 足有百只玉蝴蝶片片相连 组成了一抹流光刀锋 带给狐六围击杆 狐六大惊 一掌打出 将流光震退 四周又有流光出现 小心 狐六大喊 却还是晚了 这些流光都由上百只玉蝴蝶组成 威力堪比兴使 能给狐六带来危机 更不用说其他人 随着流光掠过 四颗头颅飞起 被轻易斩杀 于冷舔了舔嘴唇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说着 单手下压 捂到流光展向狐六 狐六双目赤红 这些人都是他在已失足的朋友 如今被杀 令他暴怒 手中出现卡片 脚踩步伐战绩 穿过流光 朝着于冷拍去 于冷获得虫子文明传承 但对于战绩 功法等 他得到的并不多 毕竟才探索尽 面对狐六的步伐战绩 他能做的就是凭玉蝴蝶挡在周身 不至于被狐六一掌杀了 卡片犀利传来 狐六与于冷同时被吸入卡片 这是一失足战斗方式 卡片世界是一个囚龙 以狐六平沸腾的天赋制造了囚龙 一旦进入卡片 整个天地都在沸腾 玉蝴蝶组成圆球将于冷包裹 于冷依旧体会到沸腾的高温 他恐惧了 这就是星矢的强大 轻衣与手舞都对付不了 之前在六方道场偷袭杀死虚项 因那些强者太侥幸了 幸亏是偷袭 既如此 他摸着玉蝶色圆球 小心敲动其中一个 狐六盯着被玉蝴蝶保护的于冷 不断增加沸腾的高温 玉蝴蝶如雨点般落下 死亡 玉蝴蝶已经由玉色变味淡红色 高温让于冷皮肤都被灼烧 一旦时间过长 他肯定会死 但现在于冷看都不看狐六 死盯着圆球 出来 出来啊宝贝 出来 于冷体表 皮肤开裂 脱落 哪怕冻一下都能抹掉一块皮 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感受 但眼里只有那个玉色圆球 裂痕自玉蝴蝶身上出现 一旦周边玉蝴蝶破碎 他必死无疑 狐六也盯着于冷手中的玉色圆球 不管是玉蜻蜓还是玉蝴蝶 本身都很渺小 但数量一旦多了 带来的威胁就极大 玉蜻蜓的威胁他也感受到了 因为他的力量损耗远远超越了平常 数倍 乃至十数倍的损耗 那些玉蜻蜓可以吞噬力量 不管是星园修炼还是沸腾的高温 那些玉蜻蜓居然都能吞噬 尽管玉蜻蜓不断开裂死亡 但也正是凭着这些玉蜻蜓 让高温难以快速上升 否则鱼冷此刻都死了 在鱼冷期盼的目光下 一只玉色虫子自圆球爬出 与普通的蠕虫没什么区别 却带着小翅膀 浑身长满几乎看不见的柔软毛似 懒洋洋的样子 看到这只虫子 鱼冷兴奋 呼吸急促 导致嘴巴上面的皮肤都溃烂 脱落 看起来很是恶心 他死盯着虫子 你叫千灵吗 来吧 孩子 杀了他 杀了那个人 狐六也看到了 皱眉 盯着那只虫子 依旧很弱小的样子 但却给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只虫子有什么用 虫子缓缓张开双尺 飞舞着 与冷令玉蝴蝶圆球张开了缝隙 热浪侵入 差点把他手臂融化 而那只小虫子无碍 顺着缝隙飞出 朝着狐六而去 狐六挥手一掌 热浪掠过 扫向虫子 虫子被一阵热浪打退 砸在玉蝴蝶圆球上 鱼冷愣住了 狐六也愣住了 一点又没有 突然地 狐六发出惨叫 极为凄厉的惨叫 仿佛遭遇世间最可怕的痛苦 双手抓着皮肤 不断抓出血痕 好似有无数只蚂蚁在体内爬 鲜血淋漓 沸腾的高温停止 第3309章速笛 鱼冷急忙控制 玉蝴蝶化位流光展出 逃离卡片世界 卡片破裂 鱼冷逃出 喘着粗气 它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皮肤粘在身上 随时会脱落 周边 玉蝴蝶死亡大片 玉蜻蜓死得更多 铺满了大地 玉蝴四具无头尸体的血染红了周边 顺着海洋流淌 狐六出现了 它比鱼冷好过了多少 不断撕扯自己的皮肤 将皮肤一块块撕开 包括血肉 看得鱼冷都发寒 有些害怕的望着只见那只小虫子 这只小虫子究竟给这家伙带来了什么 狐六痛苦 痛苦到极致 整个人被自己的血水染红 却还不忘要杀了鱼冷 它的卡片裂开 手掌血肉模糊 双目在血红笼罩下钉向鱼冷 鱼冷盯着它 你还想出手 狐六咬碎了牙 承受着鱼冷都想象不到的痛苦 捡起地上同伴的断剑 一步步接近鱼冷 鱼冷惊叹 我佩服你 但你死定了 没人能活着离开这颗星球 说着 又有玉蝴蝶飞出 它只剩下十多只玉蝴蝶 组合而成化为流光展落 狐六低吼 一剑斩出赫然是第十一剑 猎猿 它去过第五塔 获得了十三剑传承 猎猿一出 直接斩断了流光 将十之玉蝴蝶斩碎 鱼冷骇然 毫不犹豫撕裂虚空逃离 狐六想阻止 但那股难以忍受的剧痛 令它彻底昏厥了过去 如果鱼冷晚一步逃 狐六必死无疑 那一剑是狐六在承受极端痛苦下 可以打出的唯一一击 天色昏暗了下来 海水冲刷着陆地 血腥味引来了海中生物 一只长满力尺的怪鱼盯上了狐六 随着海水涨潮慢慢接近 然后一口咬下 未能咬断狐六身体 狐六是星矢 其肉体强度 岂是一只普通海中怪鱼可以咬断 但怪鱼唤醒了狐六 狐六陡然坐起来 喘着粗气怪鱼被吓跑了 周边一些海洋生物也连忙逃离 吹着海风 狐六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 眼底带着深深的恐惧 那种痛苦 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那是何等的痛苦 恨不得将全身每一处都撕开 撕得粉碎 那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撕碎自己的身体 可什么时候中招的 那只虫子刚出来自己就出手了 根本没接近过自己 什么时候 他看向自己双手 血肉模糊 身上每一寸血肉都被撕开过 然而相比那只虫子带来的痛苦 这种痛苦更像是享受 生不如死 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自宁空界取出药物吃下 这种被撕开的伤势很容易恢复 并非来自战绩功法的伤害 不过小半天 狐六常常吐出口气 起身 此刻 海水已经快淹没他 而他的同伴尸体已经随着海水冲刷消失不见 狐六沉默地寻找 最终才将他们的尸体找到 尸体上充满了压印 来自那些海洋生物 但那些海洋生物大多咬不动它们 毕竟是启蒙镜强者 狐六带着同伴的尸体与对于冷的仇恨 返回一师祖星空 六方道场的仇 同伴的仇 他一定会报 就算那种痛苦再强烈 他也不会放弃 一定会杀了那个人 一定 遗失足 狐六遭受了惩罚 他在明知于冷下落的前提下不上报天上宗 反而私自带着人去抓捕 导致同伴死亡 于冷逃离 这个罪 很严重 狐六没有反驳 平静地接受了 他也很后悔 后悔没有通知足内 请高手一起去 这或许是抓住于冷唯一的机会 而今这个机会没了 这是他的错 此生最大的错 你说什么 痛苦 丹正找到了狐六 询问于于冷之战的情况 狐六将情况说出 丹正听后 脸色发白 眼底深处竟出现恐惧 慢慢扩大 失态地抓住狐六 痛苦 极致的痛苦 真的假的 狐六不解 是那种想要把自己撕碎的痛苦 来自一只小虫子 丹正离去 然后很快回来 带来了骨疾 上面有一幅图 赫然是于冷释放的第三种虫子 是不是这样子 狐六点头 带着后怕 对 就是这样 老祖宁怎么知道 丹正呆滞 手中骨疾无力地掉落 整个人承受了巨大打击 恍恍惚惚 来了 居然来了 是来找我们的 他们来了 说完 他身体消失 狐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本能告诉他可能有天大的事出现 天上宗 录影把玩着圆球 通体玉色 看起来很是精美 里面的虫子也都是玉色 很奇妙的文明 他控制不了虫子 用那些人的话说 第一个发现圆球的人才可以控制虫子 这明显有点儿戏 那些人既没有认主 也没有修炼什么独特控制虫子的功法 为什么可以控制 莫非跟有些生物一样 第一个看到的就认为是自己的父母 这段时间 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拥有虫子文明传承的人 那些人有好有坏 录影试着捏碎了一个被恶人控制的玉色圆球 一旦捏死 什么都不复存在 里面的虫子也没了 奇了怪了 没有空间波动 明明里面应该有虫子的 但圆球破碎 虫子也消失 道主 丹谷大长老求见 请进 陆影坐在湖边 将圆球放在石桌上 丹谷大长老到来 脸色难看至极 看到陆影的同时 也第一眼看到了那的圆球 脸色瞬间就变了 变得更加难看 甚至毫无血色 陆影不解 前辈怎么了 丹谷大长老呆呆望着圆球 为什么还会遭遇他们 真的逃不掉吗 真的 逃不掉 陆影看了看丹谷大长老 又看了看圆球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省下 这个 不会就是你们原本时空的宿敌吧 丹谷大长老深呼吸口气 一起双目 点头 陆主 灾难 来了 陆影目光一领 慢慢说 丹谷大长老苦涩 出神地看着圆球 走过来 将圆球拿起 重巢啊重巢 本以为永远摆脱你了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我仪师祖所在的宇宙 与天元宇宙一样 有两个种族争锋 其一是人类 包括了我仪师祖 与其他各个人类文明 而与人类文明争锋的宿敌 就是重巢 随着丹谷大长老的述说 陆影脸色也跟他一样阴沉了下来 有种无言的憋屈 怎么会这样 灵化宇宙即将来袭 这边居然还来个虫巢 虫巢 就是这个玉色圆球 其内有九颗圆球构成 每一颗圆球都对应一种虫子 正是这些虫子 将以师祖所在宇宙人类文明灭绝 那的文明极其璀璨强大 诞生了可以破掉 唯一真神绝技 真神幻天宫的强大卡片 也有能横渡岁月长河 逆法而上的前辈强者 比如那位施展不留天的摄政王 霸道无比 那个宇宙的人类文明 其兴盛程度绝不在史空间之下 即便如此 最终那个人类文明还是灭绝了 就因为这些虫子 虫子带给那个宇宙人类文明的绝望 不在永恒族带给他们的绝望之下 可以想象 一个宇宙铺天盖地的虫子是什么感觉 那是物种厮杀争锋 互相吞吃的场景 是宿敌的生死相拼 除非一方灭绝 否则没有活路 一场场厮杀 一场场对决 渲染星空 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的战场 曝天盖地的虫子遮蔽了星空 让人发自内心的畏惧 物种的压力天生就存在 哪里 就是第三壁垒 但古大长老回忆着 眼中充满了对那一场场战争的后怕 人 始终是人 只要是人 就会怕 不管修炼到什么程度 但古大长老也不例外 他畏惧那些虫子 毫不掩饰 那些虫子几乎将一整个宇宙星空埋葬 你们最后一战不是胜了吗 那些虫子最终还是败了 真正让你们逃离的是 那的无所不能的存在 录影插眼 但古大长老无力的苦涩 我们也是到最后才知道 虫巢 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创造 那个存在 明曰 仙主 虫巢 有九个小圆球构成一个大的玉色圆球 每一个圆球内都有一种虫子 由弱到强分别是青衣 首武 仙梨 石龙 西星剑 苍蓝 鬼蓝 锦修罗 青仙 青衣就是那种玉色蜻蜓 用处最简单 吞噬能量 无论何种能量都可以吞噬 并以吞噬的能量反补其主修炼 加快其主人修炼的速度 而且数量无穷无尽 已经不是多少倍增加修炼速度的问题 拥有了青衣 等于说完全没有能量缺乏这种问题 突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首武是一种玉色的蝴蝶 拥有相当锋利的翅膀 飞舞即位杀戮 可组合成兵器 根据使用者的能力 十只 百只 万只等等 根据组合兵器首武的数量 可发挥的实力不同 不过最强也只能发挥到 新史巅峰破坏力 千离是一种浑身长满毛刺的 玉色小飞虫 这种小飞虫唯一的能力 就是将毛刺射入敌人体内 带来痛不欲生的体验 那种体验 是个人就难以承受 要将自己撕碎 第三千三百一十章毁灭传承 说到这个 单古大长老感慨 胡六就承受了千离的痛苦 他将自己每一寸皮肤都撕开 每一寸血肉都粉碎 才能缓解那种痛苦 露营挑眉 这可麻烦了 痛苦吗 我族历史上对青衣 首武的记录不多 大部分人不知道 但千离 确实印象深刻 而且专门有记载 一旦千离出现 在他飞舞之前必须杀死 否则带来的将是 毕生难忘的痛苦 露营看着单古大长老 你们那方宇宙的人 很多承受过这种痛苦 单古大长老看着露营 所有人都承受过 无一例外 露营脸色一变 怎么会 单古大长老苦涩 虫子的优势就是数量 千离飞舞 天地都会哭泣 当千离的数量遍布宇宙星空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飞舞 痛苦 在我们那方宇宙 已经是家常便饭 所以如果要比较 我们那方宇宙的人 承受痛苦的能力 远远超过天元宇宙 根本没有可比性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人因为这种痛苦自杀 天元宇宙有很多人吧 数都数不清 我们那方宇宙不同 没那么多人 因为千离 让整个宇宙体会痛苦 录影看着单古大长老 内心对于重巢的杀鸡暴涨 如果让天元宇宙所有人 所有生物都承受这种撕碎自己的痛苦 这个宇宙还有未来吗 灵化宇宙带来的是压力 哪怕天元宇宙败了 大不了一起死 而这虫巢带来的 却是另一种感受 一种无言的 必须灭绝的感受 接下来是石龙 这种虫子很大 可以长到百米高 形似甲虫 拥有巨大力量的触角 善于组合飞行成龙的形状 肆虐星空 最喜欢做的就是粉碎星辰 万只石龙组合起来 那股力量可以达到阻径 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还是那句话 虫子最大的优势就是数量 石龙也一样 不管体型多大 数量同样可以无穷无尽 破坏一个又一个平行时空 粉碎一颗又一颗星球 名曰石龙灾厄 每一种虫子 当数量达到无穷无尽 就是灾厄 因为即便它们不破坏宇宙 因为其数量带来的变故 就会导致生态失衡 更不用说这些拥有强大破坏力的虫子 七星剑是石龙之后 被培育出来的虫子 形似剑 被生斑点 如瓢虫一般 速度极快 半组都看不穿 唯有阻径才能看穿那种速度 而速度带来的冲击力 再加上七星剑的形状 就相当于阻径破坏力打出的剑招 一只七星剑就是一招 而七星剑的数量达到无穷无尽的时候 相当于无数失控的阻径剑招 足以摧毁一切 但古大长老在这方宇宙度过了太多年 对虫巢带来的恐惧已经淡化很多 而今又重新回忆起来 露营脑中出现了七星剑的样子 无数组境剑招肆意横行宇宙星空 这种破坏力不会比识龙灾厄差 而对于强者而言 七星剑明显更具威胁 七星剑之后培育而出的是苍蓝 这是一种形似植物树叶 有两个头的扁虫 习性也如同植物一般植被星空 将一切吞噬殆尽 他们就善于吞噬 与轻衣不同 苍蓝吞噬一切 不管是能量还是其他什么 最后之剩下无知世界 而他们 可以在无知世界内繁殖 生存 最后通过无知世界反过来吞噬星空 露营脸色一变 能在无知世界繁殖生存 甚至自无知世界而出 竟有这种虫子 苍蓝还不是最可怕的 其实苍蓝吞噬的一切都会送与接下来培育而出的鬼蓝 苍蓝是鬼蓝的能量之源 鬼蓝可以跳跃虚空 穿梭空间 然后吸附在生物脸上 将生物连同血肉吞噬 这是一种之要苍蓝输送力量越多 就越强大的生物 在我们那方宇宙 鬼蓝吞噬过众多序列规则强者 带来恐慌 因为谁也不知道鬼蓝会从哪里出来 无知世界就是它们的乐园 而对于我们来说 无知世界不仅无法生存 更难以被监控到 但古大长老吐出口气 好在无疆可以穿梭无知世界 当初在我们那方宇宙并未造出 可以穿梭无知世界的载具 要对付苍蓝和鬼蓝 只能使强者不断穿梭无知世界 对强者力量与精力的消耗太大太大 无知世界包含整个宇宙星空 等于说要有人不断穿梭在无知世界 尽可能消灭苍蓝与鬼蓝 否则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冒出来 鹿影揉了揉脑袋 新衣 手舞到还好 千里带来的痛楚对一方宇宙是灾难 但对绝顶强者影响不大 修炼到绝顶层次 意志格外强大 倒还不至于被痛楚击垮 毕竟胡溜都撑住了 这三种对普通修炼者的威胁最大 驰龙与七星剑是对宇宙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而苍蓝与鬼蓝则是威胁高手了 尤其消耗高手的精力与力量 防不胜防 相当棘手 鹿影脑中不断闪过对付这些虫子的方案 接下来就是锦修罗 出到这里 丹鼓大掌老顿了一下 看向一个方向 哪里 是驰龙的怨落 怨落内堆满了书籍 舍生以自己的死亡换取了驰龙恢复正常 但驰龙依然埋头苦读 钻研文字 锦修罗 是一种生活在平面内的武功 录影诧异 生活在平面内 但古大掌老点头 平面 一切平面 尤其是文字 书籍 图画等等 他在平面内繁衍 生存 包括杀戮 他可以通过平面将生物屠杀 被屠杀的生物最终都会化为碎片 平面的碎片 就像一张自己的照片 碎了的照片 录影瞳孔一缩 毁灭传承 但古大掌老深呼吸口气 看着录影 是啊 毁灭传承 我一失足逃离自己那方宇宙 带来的除了一些卡片就什么都没有了 古籍最多记载很少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胡六他们一开始不知道重巢的原因 我们不敢带更多的平面 带得越多 越可能出现锦修罗 至于人类其他文明传承 更是早就被毁灭 那一场决战 不是重巢灭亡就是人类灭绝 在决战前 人类文明几乎将自己所有传承全部摧毁 不给锦修罗出现在身边的机会 即便那样 锦修罗还是出现了 在墙壁上 地面上 等等等等 锦修罗的出现就是为了断绝人类传承 这是最恶毒的一招 录影脸色难看 这一招与他想对付灵化宇宙和其向 灵化宇宙以灵旗与灵退带动了一代又一代修炼精英 让他们修炼序列之法 以固定模式培养出序列之机等等 录影就想创造越来越多的阻尽强者以自杀式的方法击溃灵化宇宙下一代精英 让灵化宇宙顾忌 而重巢做的更绝 连文字传承都不会让人类保留 这是专门对付智慧文明的手段 人类哪怕是在陷入绝望 总有崛起的可能 因为有传承 有传承就会有文明 就有精神 有意识 久远之前的天上宗被摧毁 为何留下葬元 曾经的道元宗被摧毁 也留下了无疆 就是因为传承比天大 唯有传承 才能崛起 那是无数人的智慧结晶 是时代的证明 虫巢竟然诞生以毁灭人类传承为目的的虫子 这是将灭绝智慧文明毫不掩饰的展现出来 但古大长老回忆 在锦修罗这种虫子出现之前 人类与重巢的战争尽管激烈 却并不足以完全团结一心 哪怕遭受千里的痛苦 遭受石龙灾厄 遭受鬼蓝的袭击 人类各个文明都未能完全凝聚 就像你们天元宇宙 对付永恒族的时候 六方会明明可以联系到你们史空间 却一直将史空间排斥 甚至对史空间下手 压制史空间的成长 唯有当六片恶欲完全展露 这方宇宙的人类才彻底团结 录影理解单古大长老话里的意思 如果永恒族只有第一恶欲的实力 这方宇宙没那么容易团结到一起 因为敌人不够强大 唯有强盗的敌人才能逼得自己成长 锦修罗的出现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传承 代表了虫朝的野心 促使我们那方宇宙所有人类文明汇聚 认清了虫朝这个宿敌 开始了真正宿命的对决 也是人类惨烈战役的开启 顿了一下 丹古大长老看着圆球 第九种虫子 也是最后一种虫子 名曰清仙 露影脸色凝重 最后一种虫子必然是虫朝中最厉害的 清仙 丹古大长老点头 眼中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目光 似畏惧 似憎恨 也好似难以置信 清仙 是其余八种虫子成长遭遇过程的集合体 它没有固定的形态 没有固定的能力 什么都没有 但又什么都有 望着圆球 丹古大长老似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遭遇过争獰恐怖形态的清仙 拥有其余所有虫子的能力 也遭遇过人形的清仙 它美幻绝伦 不应出现在人是 真的是人 而非虫子 我不知道怎么说 清仙就像应运时事而生 其余八种虫子遭遇的 它都像是遇到过 不管我们如何破解其余八种虫子的能力 遭遇清仙都将失败 第三千三百一十一章 几乎所有 顿了一下 丹古大长老深深吐出口气 清仙好像能知晓所有虫子的遭遇一样 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生物 就好像有一双眼睛从始至中看着我们 看清我们的每一步 然后诞生了一个破解我们每一步的生物 这个生物就是清仙 它了解一切 可以利用所有虫子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 它深深看着录影 眼底深处带着深深的惶恐 学习能力 录影精益 学习 丹古大长老 传生到 清仙 拥有我所见过 最强大的学习能力 在我们那方宇宙 人类文明所掌握的 清仙都掌握了 一样不差 不管多难学的战绩功法 亦或是强大修炼者走出的路 总有清仙可以学会 没什么能难倒他们 他们的学习能力太强了 最可怕的是在他们主动曝露前 根本无法分辨 清仙如果喂虫 它就是一只虫子 不曝露实力 谁也不知道 那只不起眼的虫子是清仙 清仙如果喂人 它就是古往今来 人类最杰出的精英 难以超越的天赋修炼者 说实话 路主 我曾怀疑过你是清仙 录影震撼看着丹古大长老 前辈在开玩笑吧 这个清仙有这么厉害 丹古大长老深深叹口气 我们那方宇宙 诞生过无上人节 也有传奇前辈强者 踏岁月而来 参与那最后的决战 在那场决战中 我们将所有的清仙都杀了 可路主知道我们付出了什么吗 他抬头仰望星空 几乎所有的时空 几乎所有的人 几乎所有的强者 但古大长老看向路影 如果换算成天元宇宙 那场决战的结果就是 除了路主 以及这天上宗宗门的人 整个天元宇宙几乎没有人类的存在了 包括三界六道 三阳六主 内外八道 也包括你们的始祖 穆先生他们 甚至包括永恒族 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 即便如此 那场战争的胜利 我们也很庆幸了 包含运气成分 迎着路影震撼的目光 丹古大长老笑了 终于在路影眼中看到他希望的眼神 那是对虫巢的忌惮 甚至带着丝丝惊惧 我们在与虫巢的对决中 做得最错的事就是没有及早消灭这些虫巢 他拿起玉四元球 逼臣开口 每一个虫巢都能诞生一个清仙 任何一个清仙 都有可能成为无上强者 不 不是有可能 是必然成为无上强者 其诞生的起点就很高很高 而终点 我们没看到 我甚至怀疑那的无所不能的存在 就是第一个清仙 因为他称自己为 先主 路影看着玉四元球 丹古大长老带来的情报冲刷着他的认知 人类绝非宇宙最强大的生物 但多少年来 人类也有过两次璀璨 尤其这次 路影自信超越了当初的璀璨 有信心集合当前宇宙的人决战灵化宇宙 但谁能想到 灵化宇宙还没来 先出现各虫巢 他接过玉四元球 目光闪烁 前辈提到的那九种虫子就是虫巢的全部 但古大长老苦笑摇头 如果是全部 以我们那的宇宙无数人的智慧导也不会完全束手无策 任由千里痛苦 食龙灾厄等情况发生 这虫巢有个相当可怕的地方就是 里面的虫子会变 入影一愣 什么意思 当这些虫子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引发蜕变 或许会变出很厉害的虫子 或许会变出很弱的虫子 谁也说不准 总之 这九种虫子是我们曾经遭遇过最多的 其余还有若干种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却很诡异的虫子 很多很多 那些虫子也来自虫巢 相当棘手 但古大长老道 露营脸色难看 完全沉默 灵化宇宙真正站立如何他没看到 但这虫巢 确实棘手了 而且相当棘手 这事虫子还好解决 变异的虫子就麻烦了 而且还有清仙 这才是最难对付的 一个形态无法确定 学习能力逆天的生物 还不止一个 想想就头疼 沉默良久 丹古大长老开口 露主 虫巢给智慧文明带来的威胁是绝望性的 我们那方宇宙就是例子 而今我们那方宇宙有多少虫子 或者说 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虫子 我不清楚 但绝对不能任由虫巢泛滥 借助虫巢对付灵化宇宙或许在你考虑内 但要我说 这回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灾难 无法想象的灾难 陆颖却实在考虑将虫巢的威胁转移到灵化宇宙 他不能让天元宇宙与虫巢宇宙死拼 最后被灵化宇宙减便宜 这种想法人之常情 丹古大长老能立刻想到很正常 为什么不能 我尽量解决我们这方宇宙的虫巢 但留几个给灵化宇宙 不行 陆颖问 丹古大长老非常严肃 哪怕是一个 一旦处理不好 未来就是灾难 这是虫巢 数量可以无穷无尽 谁也不知道一个虫巢会繁衍出多少虫巢 会带出多少清仙 任何一个清仙都是极端危险的 甚至如果将仙主引来 对天元宇宙更是灾难 可我们这方宇宙 本身就有命数 陆颖反驳 他想到了王文的比喻 又来了一个钓鱼人 丹古大长老一争 与陆颖对视 最后疲惫地收回目光 我无力改变陆主的想法 只能提醒陆主 见过覆盖新穷的虫子 你绝对不会想这些虫子再出现 哪怕一只 说完 丹古大长老走了 这一刻 他更苍老了 原本已经摆脱虫巢的阴影 而今忽然出现 那种死即绝望感迎面而来 唯有他最能体会 陆主 对不起 但古大长老被对着陆颖道歉 陆颖无奈 是我该向你们说对不起 虫巢为什么会来 肯定不是宜师族 否则早该出现了 这段时间天上宗抓的那些拥有虫巢的人 发现他们当中好几个人得到虫巢的时间相同 也就是七年多前 那个时期正是太古城最终一战的时期 而那个时期 陆颖他们被困在第二狱 无奈之下让宜师族提前开启上三节 牵引出那张卡片破了真神幻天宫 那一刻 陆颖他们都感受到刻骨的寒意降临 那股寒意是随着那张卡片而来 而重巢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期进入了天元宇宙 能怪谁 那张卡片是陆颖接引下来的 引来了那股寒意 应该来自重巢宇宙 那个无所不能的存在 但陆颖如果不这么做 太古城一战人类已经败了 也没有了未来 谁都不怪 只能说命运弄人 该来的躲也躲不掉 在丹谷大长老离去后 陆颖将重巢仪式告诉了三界六道 三阳六主 也包括王文他们 一时间 所有人再次被震动 灵化宇宙带来的压力尚未退去 重巢的压力紧随而至 屈主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敌人 敌人 从未缺少过敌人 哪来那么多敌人 而且一个比一个变态 牧神倒是很安静 这段时间想的最多的就是古神 他错怪了古神 其实也不能怪他 谁都没想到古神会那么做 孤祖 陆天意他们倒是很平静 生命只有一条 最终是个死 活着的时候把应该做的尽可能完成 死了 也就无憾了 初一他们感觉比旁人复杂 在他们想法中 如果这方宇宙在天上宗时代没有没落 发展到现在会是何等的辉煌 灵化宇宙都不敢招惹吧 重巢也至于带来那么大压力 甚至不会有重巢到来 都是命 不久后 天上宗对外下令 凡发现重巢必须立即上报 不得隐瞒 对于重巢的处理只有一个摧毁 毫不留情的摧毁 陆寅很想利用重巢对付灵化宇宙 但他还是听取了单古大长老的意见 因为重巢不可控 他也怕玩火自焚 还有一道命令同时发布 记录所有重巢曾经出现过的方位 发现的方位 任何隐瞒不报者 杀无赦 这条命令怎么看都没有意义 重巢不管在哪出现 如果没被摧毁 肯定跑了 记录曾经发现的方位有意义吗 但这条命令伴随而出的奖励却极其丰盛 让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寻找 砰 录影一掌打碎玉色源球 令玉色源球化为粉末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重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星空下 一艘飞船平稳飞行 忽然的 剧烈爆炸自飞船角落而出 一道人影冲出飞船 紧接着流光掠过 人影被一分为二 破碎的飞船内 一女子身穿滑跪衣袍 周边玉蝴蝶飞舞 露出诱人的笑容 想杀我 做梦 说完 玉蝴蝶出现在脚下 将她扑起 朝着星空飞去 远方 一个个金色光芒亮起 引起女子注意 女子看去 脸色一白 不好 观想古文字 是天上君 她挥手 玉蝴蝶撕裂虚空就要逃离 下一刻 一道道光数字四面八方式来 硬生生将女子从虚空裂缝内打出 女人若强行踏入虚空裂缝之会被光束击中 这些光束皆来自金钱雷 每一道光束都有五十万破坏力 而女子不过才寻航境 第三千三百一十二章藏匿 助手 听我说 是我发现了重巢 我要上交给路主 我要交给路主 女子大喊 眼中充满了惶恐 哪怕有欲蝴蝶手在身边也难言恐惧 面对天上军 他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任何一个天上军的修炼者配合外物都能对抗超越六十万战力新史 差距太大了 光束略过 女子被抹杀 根本不听他解释 若一开始他就不出手 还可以被带去天上宗 重巢是重巢 那些掌握重巢的修炼者不一定全是恶人 有人仅仅将重巢当作外物 在天上宗命令下达的一刻就主动上交重巢 这样的人获得了很丰厚的奖励 但总有人觉得可以瞒天过海 避过天上宗的追杀 靠重巢崛起 人都不傻 天上宗如此庞然大物却对重巢那么在乎 显然 重巢拥有让天上宗在乎的价值 一个普通修炼者如何抵挡这份诱惑 大部分掌握重巢的人是不会交出去的 宇宙各个平行时空都有重巢被发现 数量比路影响的还多 好在他以天上宗下令 令众多平行时空配合 不断剿灭重巢 秀儿 怎么脸色那么差 你赢了你大哥 顺利获得家族继承权 应该高兴才对 母亲也为你高兴 我知识修炼太疲惫了 那你休息好 你大哥那边不用担心 你们宫廷一战 家族不会偏袒他的 谢谢母亲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地点 你我一战 我的力量突然消耗剧烈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的战绩 怎么 大哥想抢夺 战绩吗 我看不是 是轻衣吧 大哥 你别胡说 父亲 你们怎么来了 也许 还不把重巢交出来 修儿 你真有重巢 快交出来吧 那是天上宗的命令 谁也无法违抗 母亲 你不是说家族不偏谈大哥的吗 前提是你没有重巢 让家族检查一下 如果真是战绩 不会有人害你的 我们保证 如果不是重巢 你就是家族继承人 你骗我 你们骗我 什么家族 我不要了 你们记住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后悔 抓住他 果然是重巢 立刻上报天上宗 灭世 你还隐瞒 你想害死家族吗 老爷 放过修儿吧 他这是一时糊涂 你就说是修儿主动上交的 这样不仅能救修儿一命 更能获得天上宗的好处 老爷 求你了 第一 好吧 或修隐瞒重巢 罪大恶极 杀无赦 为什么 是我主动上交的 父亲 母亲 你们诱骗我 天上宗的大人 是修儿主动上交的 他没有隐瞒呢 哼 没有隐瞒 我们得到准确情报 他隐瞒重巢 罪大恶极 是你 大哥 是你害我 可笑 主动上交重巢 会获得天上宗巨大奖励 你不仅能靠着这些奖励 一飞冲天 家族也是你的 凭什么 明明是你有罪 父亲母亲 他们都维护你 凭什么 家族是我的 也许 你害了家族 这是家族腾飞的机会 你害了家族啊 我不服 我不服 徒儿们 今日是我宗门生死存亡之日 你们怕不怕 师父 我等无惧 愿与宗门共存亡 我等无惧 哈哈哈哈 好 不愧是我的弟子们 老家伙 还说什么 你们死定了 这片山脉就是你等买骨之所 买骨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看出宗门 毒害师尊 侵犯师妹 如今还想灭我宗门 不可能 今日就只有你前来吗 让你背后的人出来吧 凭你根本做不到 呵呵 聪明 既如此 那我们就出来给你看看 也让你知道差距有多大 原来是你们 我就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高手 不过你们如果想摧毁我宗门 没必要利用这个叛徒 对你们来说是叛徒 对我们来说却是难得的人才 就当是给他练手了 行了 废话说完 解决吧 知道是你们就好 但今天 你们赢不了 天上军在此 何人放肆 天上军 他们怎么会来 诸位天上军的大人 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那可是庞然大物 看一眼都是亵渎 岂会插手我们的事 哈哈哈哈 真以为我宗门会被灭 告诉你们 我得到了重巢 数日前就上报天上宗 获得了天上宗奖励 陆主亲自称赞 你们完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老友 可有困难 我等愿帮你解决 就是这些人 欺如老友你的宗门 那不是叛徒吗 近日我等帮老友解决麻烦 还望老友他日进入天上宗 在陆主面前美言几句 我等也来相助 这些人不过罗意而已 同样的一幕在宇宙各处发生 重巢太多了 有人凭着重巢得到奖励 一招翻身 有人却想隐藏重巢 带他日成就媲美天上宗的庞然大物 如果掌握重巢的人 去了我们天上宗都找不到的平行时空 那就麻烦了 禅老担忧 维荣道 一般不会 他们根本不了解重巢的强大 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试问有几个人敢随便撕裂虚空离去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也是 万一真有人带着重巢逃离 等重巢孕育出强悍的虫子再找到我们这些平行时空 那就是一场灾难 维荣摇头 这也没办法 我们只能尽力解决 当重巢出现在这方宇宙的一刻 注定会引发战争 就要看这场战争的规模如何了 一个个重巢被摧毁 来自各个平行时空 重巢被摧毁 不代表虫子被摧毁 不时有预设虫子掠过星空 有目的地朝着某些方向而去 这些虫子在虫巢被摧毁后并非无家可归 只要是虫巢就是家 巨大的陨石带内 一颗堪比星辰的巨大陨石上 鱼棱咬牙 撕开粘在体表的皮肤 露出里面的新皮肤 与狐六一战那般艰辛 差一点点就死了 这笔账 他一定会找遗失足算清楚 不过现在还是躲起来好 宇宙各处都有重巢被摧毁的消息 他也是近期才知道 不止自己一人获得重巢 宇宙还有很多重巢 被毁吧 毁了好 最后只有自己掌握重巢 总有一天能成为媲美天上宗的强大势力 鱼棱决定不出去了 就待在这片陨石带内 处日后 陨石一阵晃动 他急忙起身 周边 玉蝴蝶覆盖 形成圆球将它保护 远方 一个巨大的身影接近 那是 虫子 接近于冷的是一个带着巨大触角的甲虫 正是石龙 于冷目前只培育到千里 根本没见过石龙 但当看到石龙的一刻 他本能知晓这是虫巢内的虫子 石龙缓缓接近于冷 发出让于冷心静的声音 他在找家 在找虫巢 于冷目光贪婪 这个石龙很强大 如果当初与虫六一战孕育出石龙 虫六根本不是对手 心意就能抹杀 等等 他能找到自己 是因为重巢 那 于冷毫不犹豫撕裂虚空 一步跨出 看都不看石龙 就在于冷消失的刹那 一道光束掠过 将陨石击穿 于坡扭曲星空 蔓延遥远 这道光束来自天上君 晚了一步 这家伙竟然忍住石龙的诱惑跑了 还真谨慎 你们看清刚刚那的人了吗 没有 没有 那就算了 继续跟踪石龙 他可以帮我们找到虫巢 这是天上宗发现的办法 这些虫子能精准找到虫巢 能帮天上宗省去好多时间 天上宗 录影看着星空图 这些星空图包括各个平行时空 标出了虫巢出现的方位 太多太多了 他头疼 当初到底来了多少虫巢 至今为止 发现培育出最强的虫子是七星剑 尚未发现苍蓝的踪迹 维容汇报 录影呼出口气 苍蓝可以在无知世界生存 自我繁殖 通报所有阻境强者 给我时不时打开无知世界 划分地狱 不能让苍蓝夺起来繁殖 否则就麻烦了 还有五江 直接出动 知道了 道主 还没发现雨冷的踪迹 目前没有 此人完全失踪 他与湖六一战的星球也瘦变了 没有再返回 越聪明的人越善于利用人性 他很有可能觉得我们不会再去那颗星球 那颗星球不要放松警惕 是 录影看着星空图 目光担忧 从朝是七年多前出现 才经过了七年多 就已经有七星剑出现 如果再有人孕育几年 十几年 苍蓝 鬼蓝 甚至锦修罗都会出现 在之后就是青仙 以及虫子 彼此蜕变形成的更加诡异的虫子 发展太快了 如今所有修炼者无人闭关 全部去寻找虫子 虫朝的发现越来越少 已经被摧毁大半 而今尚未被发现的必然是故意隐瞒 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寻找的 数月后 苍蓝出现 第3313张路影战远起 望着植被星空的如同草叶的虫子 恒星目光惊叹 这就是苍蓝 果然在吞噬周边 门主 这就是苍蓝 可以吞噬一切 再无知世界繁衍生存 没想到竟然有这种生物 身后 恒叶不可思议到 有人发现了苍蓝 上报天上宗 而距离此地最近的就是恒星与他的异对 他们的任务是盯住这里 不让虫朝逃离 等待祖境强者到来 毕竟发现了苍蓝 天上宗不敢大意 不好 那个人要溜 恒息提醒 声音嘶哑 宛如金属 远处 苍蓝正中央有个男子 此人面色火红 目光凶利 环顾四周 满意的点点头 挥手 一只只苍蓝朝着虫朝内飞去 恒星皱眉 不能等了 这些掌握虫朝的人很谨慎 一般都是直接撕裂虚空离去 再等 此人消失 他无法向录影交代 原本录影对他就不满意 他与录影发生过一些事 不想给录影找他麻烦的借口 想着 一步踏出 以他半组之能 空神之境场域 转瞬来到男子身前 在男子恶然的目光众一掌落下 毫不留守 男子不过狩猎进修位 面对半组的恒星连反抗能力都没有 但正当恒星要打中男子的一刻 无法形容的痛苦传来 让他动作都停住 目光瞪大 男子这才回过神 他为人谨慎 早已将千里遍布周边 恒星在出现的刹那就吸入了千里的刺 那种痛苦瞬间会出现 恰好遏止了他一瞬 就是这一瞬间 男子急忙控制苍蓝朝着恒星飞去 同时 虫朝内爬出石龙与七星剑 朝着恒星杀去 恒星痛苦怒吼 挥手 掌之境战气轻易粉碎周边虫子 这时 一个个石龙组合 形成飞龙形状狠狠撞向恒星 恒星一拳打出 碰的一声 石龙一个个破碎 万只石龙联合可以发挥阻境破坏力 但这里只有千只 根本达不到阻境破坏力 最多达到半组 而恒星凭着掌之境战气 拥有越级战组的实力 别说千只石龙 就算真有万只石龙联合 也未必能挡得住他一拳 男子亥然 绝顶高手 他急忙在御蝴蝶帮助下后退 身边 无穷无尽的轻衣 手舞还有千里朝着恒星而去 恒星强忍着痛苦 一掌掌打出 不断摧毁虫子 他也是经历过修炼掌之境战气的人 这些痛苦虽然可怕 但与修炼掌之境战气的痛苦相比差不了多少 突然承受太过意外才会停手 而今 已经习惯了 男子没想到恒星竟能在承受千里痛苦的情况下继续出手 周边 石龙 七星剑一个个毁灭 七星剑在恒星身上展出众多痕迹 却突破不了掌之境战气 远方 恒叶等一队的人分散开来包围 他们不敢插手 先不说能否忍受千里带来的痛苦 光是七星剑就能将他们秒杀 七星剑拥有为有阻尽才可看穿的速度 每一支七星剑带来的冲击都如同阻尽一剑 恒星凭着掌之境战气能承受 不代表他们也能承受 一旦加入战场 顷刻间就会被撕碎 这就是重巢的强大 他们是一队 曾于天上宗时代赫赫有名 在当前时代也算是强者 但面对这么一个狩猎镜蝼蚁 此人凭着重巢就让他们不敢接近 甚至与恒星对战 重巢的强大可见一般 这也是刚刚恒星他们没有贸然出手的原因 虫巢有着太多不确定性 好在恒星能撑得住 一只只虫子被摧毁 男子靠虫巢发挥出的最强实力 无法打破恒星的防御 恒星算是他的克星 他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忽然的 恒三哀嚎 极致的痛苦让他吼出了声 引起恒星注意 男子目光斗争 看你们谁先死 先是千里痛苦 紧接着七星剑朝着恒三等人飞去 接近阻境的破坏力 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 恒星急忙出手抵挡 男子故意放缓了七星剑的速度 让恒星可以帮恒三他们挡住 这段时间 他恰好可以逃离 杀恒三他们不是目的 逃离 才是他的目的 但他小看了恒星 恒星不仅拥有掌之镜战器 也拥有空神之镜场域 婉转虚空 强行剥离 男子想在一个空神之镜场域高手面前撕裂虚空逃离 根本不可能 他不理解何谓空神之镜场域 从朝能在最短时间带给他强大的力量 却无法带给他与之力量相匹配的精力 随着虚空撕裂 男子才发现 他根本离开不了 恒星将恒三等人集中到一个方向 再盯向男子握紧拳头 掌之镜战器爆发 一拳打出 虚空扭曲 沿途摧毁一个个虫子 不管是七星剑还是石龙 亦或是手舞组成的防御 都在恒星这一拳下崩溃 男子呆滞望着恒星 大脑一片空白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星空寂静无声 男子眼中依然看得到恒星 嗯 自己没死 远处 恒星惊异 没死 不知何时 男子身旁出现了一个老者 饶有兴趣看着手中的苍蓝 这小东西还真是什么都吞噬 连老夫的力量都敢吞噬 有意思 恒星望着老者 阁下和人 在下 天上宗十二天门门主之一 恒星 老者没理会恒星 而是看向男子 这些虫子 好用吗 男子看着老者 心中震撼 因为老者居然没被千里的毛刺痛苦道 而周边那些虫子仿佛也害怕老者 任由老者接近 老夫在问你 这些虫子好不好用 男子一争 点点头 好 好用 呵呵 让你这么一个蝼蚁对付半组 而且还是可以跃及站组的半组 有意思 这就是虫巢 天元宇宙倒了大霉 我们还没到 先要跟这些虫子打一场 老者幸灾乐祸 恒星眼睛眯起 阁下是何人 老者看向恒星 老夫让你说话了吗 话音落下 原楚 恒三 恒七等一队所有人全部暴裂而亡 恒星回头 呆呆望着一队全部成全暴裂 为血水 一时坚静呆滞了 一队跟随他多年 经历过第一次神界之战 与之前的第三次神界之战 都活了下来 而今 居然全部死亡 就在一刹那 他无法接受 老夫缘起 回去告诉你们路主 灵化宇宙可以给他一个位置 让他配合我们 否则 不用我们出手 这些虫子就能将他灭掉 恒星转头 叮向老者 目光低沉的可怕 缘起 老者正是缘起 本应该白发苍苍 面貌年轻 然而此刻就连面貌都如此苍老 他冷笑 不再理会恒星 而是看向男子 把虫子带着 跟老夫走 男子不敢反抗 将所有虫子收入虫潮 后方 江山设计图出现 男子进入 缘起刚要离去 对面 恒星开口 老畜生 你叫缘起是吧 缘起脸色一朗 看向恒星 放肆 老夫留你一命是让你带话 竟敢辱骂老夫 老夫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正好也想试试那千里 究竟能让人多痛苦 恒星落拳 痛苦 不需要你带给我 说完 他提表 黑紫色物质片片脱落 随后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强悍的气息如同战国释放 这是 突破 缘起诧异 破组 这条路老夫看过 是那个古神吧 哼 有意思 不过想在老夫面前破组 你算什么东西 他抬起手 如同扩大了无数倍 笼罩恒星 将恒星释放的掌之境战气囊阔 猛地用力 砰的一声 虚空爆裂 同时爆裂的还有恒星 血洒心穷 可笑的蝼蚁 缘起不屑 转身就走 正当他要踏入江山设计图的一刻 星空突变 他陡然回头 远方 一道人银缓缓走出 杀了我的人 就想这么走了 缘起盯着来人 嘴角弯起 是你 你不在天上宗好好享清福 这天元宇宙也剩不了多少时日了 陆主 来人正是陆颖 恒星他们向天上宗汇报苍蓝的出现 陆颖的之后立刻就来了 毕竟是苍蓝 而且天上宗祖境强者也不多了 内外八道街去寻找重巢 只有他何事 没想到来的时候刚好碰到元旗老怪要进入江山设计图 他没看到恒星被元旗老怪杀死 但星穷血色却告诉了他一切 迟了 他没来得及阻止 逆转一秒的时间都过去 天元宇宙剩多少时日我不知道 但你 该结束了 录影出手 心脏处星空已经南瓜周边地狱 排斥规则 土壤长枪自四面八方射向元旗老怪 元旗老怪目光冷烈 没有其他人 只有这录影一人 既如此 他眼中杀意爆发 趁着机会宰了此人 天元宇宙将在无将人类整合在一起的人 此人一死 对天元宇宙的打击相当大 他可以进入江山设计图离去 但杀录影的贪婪让他不退反境 抬手抓向四周 土壤长枪根根破碎 根本挡不住元旗老怪那一双手 波天与木 即便老夫无法动用序列之法 也要用这双手撕碎了你 小辈 第三千三百一十四张上级下欲 露影脚踩逆步 平行时间 元旗老怪随手一挥 虚空激荡 将露影印生生打了出来 时间的力量对他无用 眼前 露影一掌打来 心脏处星空 力量线条形成星象 打出了这天元宇宙生物力量的极限 元旗老怪目光争银 小辈 老夫在灵化宇宙同样以掌力闻名 波天与木 腾 腾 腾 一声声极壮 露影与元旗老怪掌力对轰 打得周边四分五裂 无知世界不断蔓延 如同墨水染黑了星空 然而星空很快恢复 这里被露影心脏处星空覆盖 一颗颗星辰朝着元旗老怪撞击 露影力量刚猛 无穷无尽 元旗老怪一边对抗露影雄魂刚猛的掌力 一边承受星辰撞击 忍不住一口血吐出 亥然 小辈 你的力量 自太古城一战后 他并未与唯一真神他们碰面 露影肚祖靖元节时 他已经逃离太古城 即便望虚神进入江山设计图 也不知道露影追杀古舟 对于露影的认知还停留在太古城一战 那时候露影力量至强 缘起很清楚 但再怎么样 露影的力量都不会超越他的波天云木 这可是传自天外天极弓的掌法 来自那无上之极 即便露影挡住他的波天云木 挡得住一次也不可能挡得住第二次 第三次 但露影硬生生与他拼了数十掌 令他双掌都开裂 而露影本人毫无褪色 怎么可能 露影一掌掠过缘起 缘起避开 急忙后退 露影惊讶 他不知道碧落天宫 是了 太古城战争中 他的对手一直是木先生 而始祖在太古城地底 从未出手 而且即便始祖出手也没用 碧落天宫被天锋封住了 也就是说 缘起根本不知道碧落天宫这门功法 这是将所有力量无限利用的可怕功法 凭此一门功法 露影只要破坏力达到 就可以超越所有人 消耗这两个字已经跟他无缘 不过 缘起老怪的波天宇木掌法也让露影震惊 当前宇宙可以挡得住他力量的生物少之又少 力兽与虚妄都挡不住 这缘起老怪在太古城战争中也没表现出这般力量 想归想 露影出手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的力量无穷无尽 当缘起老怪被他心脏处星空南瓜进去的时候 注定了要承受这无边无际的力量 要么他以绝对实力击败露影 要么 只能被露影击败 缘起老怪不断避开 脚踩其一步伐战技 不比逆不差 同样蕴含时间伟力 时间伟力对原起老怪无效 原起老怪施展的时间伟力对露影同样无效 避开数次 终究被露影一掌打中肩膀 身体甩飞了出去 露影一步踏出 你的一道钟呢 太古城战争中 原起老怪最强的就是一道钟 钟响 可影响整个太古城战场 若飞幕先生已销声制衡 太古城也撑不住 不过最后一战 他为了逃离太古城战场 也为了帮唯一真神的古舟 导致一道钟破碎 连他的样貌都变得沧桑 实力衰退得厉害 若非如此 露影没把握留下原起老怪 原起老怪可血 抬头 眼看露影紧随而至 咬牙 血染一惊 小子 你真以为能留下老夫 以老卖老的通常美好下场 露影再次一掌打中原起腹部 令原起吐血倒飞 他想退去江山设计图内 但从他第一次不退反镜 要与露影一战开始 就再也不可能接近江山设计图 这里是露影的星空 只有露影可以做主 原起老怪怎么都想不到 有一天会被露影全盘压制 可恨 可恨 他的一道钟破碎 他的序列之法无法动用 他接近不了江山设计图 可恨 可恨 扑 露影一掌打出 与原起双掌急壮 咔嚓一声 折断原起手臂 于为打中原起额头 将原起打得近乎晕厥 原楚 江山设计图忽然朝着远方飞去 里面有人控制 要避开露影 露影一手抓住原起老怪 脚踩逆步追向江山设计图 原起老怪目光很利 老夫堂堂桑天之一 岂会如此凄惨 瞻炎 速来救老夫 江山设计图 回来 任凭原起老怪如何喊 江山设计图依旧朝着远方飞掠而去 露影抬首 陆地镇压 江山设计图内 瞻炎 望须神 王小宇三人抬头 此人的力量即便不打使劲 也可以规则不尽身 挡不住 快来助我 瞻炎脸色凝重 望须神诧异 不救原起 他活不了了 瞻炎毫不犹豫 原起面对的不是普通修炼者 而是天元宇宙当今可以站在顶点的高手之一 哪怕露影还比不上巅峰时期的唯一真神 始祖他们 但对付一个同样实力衰退的原起没有问题 如果强行就原起 只会将他们自己搭进去 这点 瞻炎看得很清楚 因为他与露影交过手 就在古州内 而他 并未将露影的情况告诉原起 瞻炎 瞻炎 原起立合 呼喊江山设计图 露影的陆地下压 江山设计图不断缩小 澎湃的序列粒子轰然而上 形成肉眼可见的光柱 死死顶住陆地 序列粒子不断被星空排斥 但因为太多了 意识难以完全排斥 江山设计图内传出瞻炎的声音 原起前辈 你已无力逃脱 莫负桑天之名 丢我灵化宇宙的脸 否则 欲桑天哪里 你的后人不会有好下场 原起目光一缩 死死盯着江山设计图 露影目光一领 抬手 翻天掌 轰 星空轰鸣 如天地崩塌 露影一手抓住原起老怪 一手下压 必须将江山设计图留下 忽然的 被露影抓住的原起老怪嘶吼 老夫不恢复了桑天之名 瞻言 忽我后人再登桑天之位 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说完 一道钟出现 尽管破碎不堪 却发出震天响 露影头晕目眩 下意识松开原起老怪 原起老怪吐血 犀利盯着露影 再次敲响一道钟 露影以指未见 一指点出 洞穿一道钟 发出最后悲鸣 与此同时 风神图露出现 红颜梅比斯 五天 皆追着江山设计图而去 但晚了 拥有棒驳序列粒子的江山设计图 其构成便是指尺天涯序列之法 但凡有一丝机会都会逃脱无踪 一道钟彻底破碎 原起老怪捂住心脏 缓缓倒闭 露影望向远方 江山设计图跑了 可惜 可可 没 没想到 老夫与木老鬼缠斗多年 静 静会败在他弟子手下 原起老怪惨笑 面色灰暗 露影看着原起老怪 失去一道钟的你本就不可能是我对手 瞻言没告诉过你 原起老怪目光一领 他的伤是你带去的 露影嘴角弯起 看来你们灵化宇宙尽管有固定的修炼模式 人心险恶依旧无法避免 他有机会告诉你 让你不与我正面一站 却故意不说 与你所谓的桑天之位有关吧 原起老怪目光憎恨至极 却很快黯淡了下去 颓然 后生可畏 老夫纵横一生 最后却被两个小辈算计 可笑 可笑 录影看着原起老怪 拥有一道钟 与失去一道钟 你的实力天差地别 你们灵化宇宙拥有固定的修炼模式 序列之法 甚至构建序列之机 但缺点也很明显 太过依赖这种模式 会导致自身实力的下降 一道钟是你灵化的产物 所以你可以凭着他与我师父母先生一站 但你们灵化宇宙有多少可以灵化的存在 大多是灵退吧 灵化宇宙的序列之法 与序列之机都是修炼模式诞生的产物 而对于灵化宇宙修炼者 同样有一种极之强大的蜕变 就是灵化 唯有极少数人可以灵化 这是灵退之上的二次蜕变 唯有灵化才可以诞生独属于灵化之人的武器或者天赋 比如天赐的三尺清风 加兰之洛都以为是卓宝 其实那是灵化 是习祖告诉陆颖他们的 缘其老怪的一道钟 沾沿的景天图都是灵化产物 一旦灵化武器溃败 其本人之溃败的更惨 序列之法 序列之机 灵化 组成了灵化宇宙自信 可以同时对付意识宇宙与天元宇宙的信心 实则这个信心也确实没错 失去了灵化武器一道钟 缘其老怪之能算是比较强悍的使径强者 却无法媲美沐先生 沐先生可是一方宇宙的志强 陆颖都能击败缘其老怪 他的实力也就与四方镇守使差不多 但拥有灵化武器一道钟的缘其老怪就是真的怪物 如果他还同时掌握江山设计图 那就更不一般了 即便沐先生都留不下他 灵化 等于将灵化宇宙修炼者的实力硬生生拔高了一筹 在配合序列之际 可以想象 缘其老怪嘲讽地看着录影 就算贬逼我灵化宇宙修炼者又能如何 我灵化宇宙以各种方式增强的实力就是超越你们天元宇宙 你既然知道灵化 看来对我们灵化宇宙的了解不少了 那更应该知道上级下狱 天外天 时机序列无上法 这是你们不可能战胜的力量 你若放老夫一命 老夫保证你可以活下来 包括你的亲人 朋友 你所在乎的人都可以活下来 加入我灵化宇宙 以你的天赋 入我灵化宇宙 修序列之法 而序列之机并非不可能 至少也是桑天之位 第三千三百一十五章时机序列 录影真不知道上级下狱 天外天 时机序列无上法 习组没说 或许是担心给他们带来太大压力 让天元宇宙退避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元其老怪惊异 你不知道 录影并不隐藏 不知 元其老怪痴笑 看来你们这方同样有异心 有人想骗你们与我灵化宇宙决战 谁 是不是意识宇宙的生命 我就猜到有意识宇宙的生命背叛我们 黑无神还是白无神 黑白无神皆来自意识宇宙 是意识宇宙生命背叛加入灵化宇宙 灵化宇宙不放心 又将他们派来了天元宇宙协助永恒族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既然想我加入灵化宇宙 就应该什么都告诉我 录影平静 元其老怪没得选择 元其老怪再次咳血 这时又有人到来 是初一 他去天上宗找陆颖 隔之陆颖去抓虫巢 出现了苍蓝 他等了一会 见陆颖还没回来便赶了过来 初一到来 看到元其老怪重伤 大惊 元其老怪 元其老怪冷眼看向初一 随后又看向录影 所谓上级下狱 天外天 时机序列无上法 指的是在我灵化宇宙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强者 无上法便是88种传承的序列之法 可对应你们天元宇宙的序列规则 任何修的序列之法的强者 都可与你们天元宇宙序列规则强者对战 因为即便我们灵化宇宙 也无法让祖境之下的修炼者提前练成序列之法 最多知识借助序列之法感悟 入门 为突破祖境 掌握序列之法做准备 这点远超你们天元宇宙 陆主 你到现在对序列规则修炼都没有方向吧 陆颖没有否认 他确实没有方向 序列规则 哪种序列规则 他根本不知道修炼哪种 三界六道 他们都是修炼的破坏序列规则 就是打破原有规则 自我创造 按理说 他心脏处星空完全排斥其他序列粒子 就相当于一种序列规则 但除了排斥序列粒子 在序列规则一道上貌似也没别的能力 陆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序列规则强者 这也是他自太古城之战后经常思考的问题 却依旧找不到方向 我们灵化宇宙有方向 有办法让每个修炼者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序列之法 避免无谓修炼 加快修炼进度 淘汰那些不可能修炼到序列规则层次的人 合理利用资源 实际序列便是序列之机 这些你们应该听说过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除了实际序列 我们灵化宇宙还有序列之机在构建 只不过没用到而已 录影目光一缩 还有初一忍不住握拳 还有妈 缘起老怪冷笑 你们以为序列之机不会被摧毁 永远能保持十个数量 错了 实际数量是我们灵化宇宙的传统 失去一个立刻补充一个 这才能保证永远有实际序列 否则早就没有实际了 就像刚刚你如果摧毁了江山设计图 我灵化宇宙依旧能补充一个序列之机 别以为你们的对手之有时机 究竟有多少正在构建的序列之机 连我都不知道 唯有天外天的某些人知道 天外天是一个行宫的名字 这个行宫南瓜灵化宇宙所有高手 我灵化宇宙早已在无数年前一统 但凡出生于灵化宇宙的强者 都必须加入天外天 我也不例外 天外天 寓意为灵化宇宙无上之极 不会处于任何天之下 而是位于天外天之外 而灵化宇宙的天 被称作桑天 我就是桑天之一 代表了灵化宇宙执掌天穷之人 七大桑天压灵化 在七大桑天之上就是玉桑天 我们接受玉桑天所命 我们的命属于玉桑天 而整个灵化宇宙能朝见无上之极的 便是玉桑天 玉桑天也是灵化宇宙 仅次于无上之极的存在 上即下玉 天外天 时机序列无上法 陆主你们天元宇宙拿什么对抗 太古城之战 我尚且没有动用江山设计图 一旦动用 木老鬼也未必是我对手 同样的我还有六个 在我之上还有玉桑天 你们如何与之一战 投靠我灵化宇宙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陆主 包括你师父木老鬼 太初都可以成为桑天 在我灵化宇宙一样是无敌强者 不管是灵化宇宙还是天元宇宙 与你们而言并没有区别 何必在乎这方宇宙楼椅的生死 我甚至可以请求玉桑天保留你们的天上宗 让天上宗整体加入天外天 保留你们的时代 陆影忽然出手 一掌打晕元旗老怪 看着元旗老怪倒下 出一道 习祖没全告诉我们 陆影道 他怕我们不想与灵化宇宙开战 现在对于灵化宇宙 我们倒是真能认清楚了 玉桑天 七大桑天 序列之机与序列之法 真够厉害的 出一道 陆影笑了笑 未知的敌人最可怕 现在 灵化宇宙在我看来倒也没那么可怕 等与桑天一战的 我们天元宇宙可没几人 数量都比不上桑天 更不用说还有一个玉桑天了 他们联手序列之机 可不容易对付 那为什么太古城之战 元旗老怪没动用江山设计图 我刚刚对江山设计图出手了 这个序列之机对使径之下有奇效 陈祖都差点被关进去 但对于规则不近身的人 效果不大 这老家伙没说实话 灵化宇宙如果真能碾压我们 早就出手了 话虽如此 真开战 我们肯定处于下风 主要是那位玉桑天 究竟是何等实力 能压得住全盛时期的元旗老怪 还有天外天有多少高手 忘了问他天赐和瞻岩算是什么层次 不过必然不是桑天 否则瞻岩不会算计元旗老怪 初一诧异 瞻岩算计了元旗老怪 录影将发生的事说了一下 初一想了想 这么说 瞻岩应该是天外天的强者 却还没达到桑天层次 这可不是好消息 我宁愿他是桑天 录影无奈 我也宁愿他是桑天 七位桑天 再加一位玉桑天 是绝顶高手 然而在这些绝顶高手之下 灵化宇宙究竟有多少序列规则强者 阻境强者 难以摸清 按照元旗老怪说的 灵化宇宙那种修炼之法 肯定能培养出相当一批序列规则高手 想到这里 录影就头疼 他大规模制造阻境战力 就是要应对未知的灵化宇宙 但这重巢也是个麻烦 录影看向元楚 恒星与异队的人都死亡 尸骨无存 原本录影对恒星他们不太看得上 毕竟当初恒星他们刚刚出现 与录影产生过矛盾 有过勾心斗角 而且他们出自古神门下 在天上宗被人顾忌 然而随着古神悲壮战死 所有人对恒星与异队的感官都变了 可惜如今 古神死了 恒星 异队也都死了 第三大陆的印象在缓缓消失 还有那个培育出苍蓝的重巢 不知道哪去了 重巢 灵化宇宙 都汇聚到了这方宇宙 并非一朝一夕 一失足的到来 终究会把重巢那位先主的目光吸引过来 这才导致路隐隐出卡片 带来了重巢 灵化宇宙则是谋算天元宇宙无数年 从曾经的天上宗时代就开始谋算 这些都不是现在的问题 而是经过漫长岁月计划 而今 通通都要解决 就像解决永恒族这个宿敌一样 陆尹忽然想到一件事 前往太古城 至于元旗老怪 则请初一将其抓去天上宗 他本来想灭了元旗老怪 但元旗老怪是他们了解灵化宇宙的一个途径 习祖那边未必靠得住 还是观着好 他本身也不想死 为了活命 什么都可能说 另一边 江山设计图已咫尺天涯序列之法逃离路影掌控 数次撕裂虚空 防止被路影追上 江山设计图内 沾沿松口气 总算逃了 元旗 多谢你助我离去 放心吧 你的后人 我会照顾的 桑天之位终于空缺出来了 不过还有竞争对手 尤其是那个女人 不过这么多年 未必知死了元旗这么一个桑天吧 想到这里 瞻眼露出了笑意 原本就充满活力的目光越发灵动 看来元旗前辈凶多吉少 望须神感慨 颇为万喜的样子 王小宇平静站在山巅 望着之前陈祖一站的大地 此刻 整个江山设计图范围都缩小了十多倍 部分填补了大地 山川与河流 大部分消耗在刚刚雨露影一站上 山脚下 那个掌握虫潮的男子望着四周 神情忐忑 不知道这里是哪 却清楚自己不能有丝毫异动 瞻眼道 元旗前辈不会白死 武林化宇宙肯定会为他报仇 现在怎么办 望须审问瞻眼看向山脚下的男子 虫巢呢 男子迟疑 但在瞻眼目光下 还是将虫巢取出 递给瞻眼 瞻眼接过虫巢 目光奇异 就是这东西让天上宗大张旗鼓地寻找 让你一个楼椅能与半祖一站 还差点逃掉 虫子的传承吗 里面有多少种虫子 男子刚要回答 忽然呆呆望着瞻眼后面 第三千三百一十六张顾迪 看到男子目光 瞻眼心一沉 下意识要离开原地 后背突然挨了一掌 大脑一片空白 忘记了一切 自己在哪 做了什么 名字 功法 战绩等等 一切的一切都在刹那忘记 他连回头都忘记了 呆呆看着前方山穿大地 就在他身后 王小语与虫朝男子目光中 望须神目光悠然 细致与先前截然不同 宛如一朵盛开于黑暗深渊的蔷薇 不管是衣服还是面纱 都出现了幽暗深邃之色 在瞻眼中了 坐望躬一掌的时候 手轻轻压在瞻眼肩上 一刹那 汹涌的序列粒子疯狂蔓延 完全侵入瞻眼体内 瞻眼如一个木偶 呆呆站在原地 什么都不知道 天空出现九郎吞天 仰天咆哮 那得得到重朝的男子下的腿都软了 骇然望着这一切 那九颗巨大的狼头带来滔天威势 似乎要将这天地吞噬 王小宇站在山巅 狂风掠过 带起绣发 就这么平静看着 嘶的一声 血线划过 洒落地面 成笔直的线条 瞻眼依旧呆呆看着前方 眼中 光芒淡去 缓缓倒下 望须神收回首 序列粒子消失 九郎吞天也同时散去 再抬头对着山巅的王小宇一笑 笑容是那么的美丽 妖艳 无比诱人 小宇 你看 我说吧 很快的 呵呵 王小宇与望须神对视 恭喜老祖 掌握江山设计图 望须神深深叹口气 颇为头疼的样子 可没有掌握哦 我们在这这么久都没看明白怎么控制这序列之机 小宇 你那么聪明 看明白了吗 没有 真冷漠啊 好吧 那我慢慢研究 说完 他目光垂落山脚 看向男子 再次一笑 笑容让男子心中一荡 不受控制地朝望须神走去 望须神本就绝美 此刻带给男子的吸引力无法形容 哪怕刚刚经历过滔天威势 即便前方是必死的深渊 男子也愿意踏进去 他被这一刻的望须神彻底吸引了 叫什么名字 望须神打亮着男子 眼睛弯起美丽的弧度 如一轮星月 男子陡然反应过来 悍然而又恐惧地看着望须神 自己刚刚怎么了 竟然不自觉接近这个女人 他想起九郎吞天 目光又看向壁上沾岩的尸体 咽了咽口水 忽然的 男子遍体发寒 再次看向望须神 明明望须神在笑 笑容却让他恐惧到了极点 我 我叫严刚 这重巢 你是怎么得到的 无意中得到 算是捡的 还真是天命之子啊 告诉姐姐 你想利用这重巢做什么 严刚看向望须神手里的重巢 先是迷茫 随后被怨恨取代 我要报仇 找录影报仇 录影 望须神诧异 山巅之上 王小宇目光一闪 录影 整个宇宙都认识录影 但不代表有资格与录影接触 更不可能与录影结仇 不是什么人都够资格与录影结仇的 更不用说向录影复仇 望须神真好奇了 呵呵 向录影报仇吗 告诉姐姐 录影与你有什么仇 严刚回忆着 不仅双全 我本是外宇宙苍蓝将欲恋言星人 追随天言部落言风少族长 自小相识 关系极好 但当初去地球历练 因为种种原因与录影结仇 其后在少族长与大宇帝国珍妮奥纳婚礼上 录影出现 当众杀死了少族长 摧毁恋言星 都是录影 否则恋言星还存在 这些年我受尽欺辱 很多想巴结录影的人将我们这些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列出名单 我无论逃去哪里都会被那些人找到 他们也不杀我 专门羞辱我 想通过一次次的羞辱 引起录影注意 他们根本没把我当人 说着 岩刚蹲下身 咬牙望着地面 这数十年 我过着地狱般的日子 数次想死都被他们救活了 我不敢联系家人 不敢与任何人接近 独自一人漂泊宇宙 就像那些人的玩具 他们认为迟早有一天会被录影知道 得到录影的赞赏 我恨 恨那些人 更恨录影 恨着宇宙的一切 望虚神看着蹲在地上的岩刚 真是可怜的小家伙 你到现在都没认清现实 岩刚抬头 迷茫地看着望虚神 望虚神俯视岩刚 你知道最大的报复是什么吗 岩刚茫然 是让那些自以为可以巴结到的人 被他们需要巴结的人羞辱 折磨 这才是最大的报复 那些人想利用羞辱你接近录影 你为什么不上交重巢 与录影兵士前嫌 得到天上宗赏伺 反过来羞辱那些人呢 望虚神缓缓说着 岩刚张大嘴 呆致 对啊 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 那些人想尽办法接近录影 但如果自己上交重巢 比他们先一步接近录影 获得录影赏伺 就可以靠着录影的势力羞辱他们 他们该多绝望 略想接近录影 代表他们越理解录影的强大 而能借助录影力量的你 又会有何等能量 望虚神声音响起 如恶魔低语 岩刚激动 对 我要上交重巢 我要借助录影的力量 羞辱那些人 那些畜生 那些人不得好死 我要他们死 要他们死 哈哈哈哈 小雨 你看这家伙多可爱 这都性 哈哈哈哈 望虚神大笑 王小雨平静看着望虚神蛊惑戏耍颜刚 没有表情 颜刚蒙了 呆呆看着望虚神 不 不对吗 望虚神摇头 怜悯地看着颜刚 小家伙 你的仇人是录影 忘了吗 颜刚不明白望虚神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女人说的对不对 自己该不该上交重巢 她彻底混乱了 真是愚蠢的小家伙 看在你掌握重巢的份上 暂时跟着我们吧 我想看看这重巢究竟多厉害 让我们家小鹿影那么害怕 呵呵 说完 望虚神走出星空 带着江山设计图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她还无法在内部掌控江山设计图 刚走出星空 望虚神脸色一变 脑目看向远方 哪里 陈祖走出 真是阴魂不散 下伤 总有一天我要你付出代价 陈祖看着望虚神横推江山设计图 那的老家伙呢 他刚刚追踪到这 并不知道缘其老怪被录影留下 也不知道录影遭遇了江山设计图 就在图里 你还想再被困一次 有本事来 望虚神挑衅 直接进入江山设计图中 陈祖摇头 那老家伙如果还在 岂会让你碰着江山设计图 说完 一步踏出 来到江山设计图外 毫不犹豫进入 望着周围山穿大地 居然缩小了那么多 望虚神盯着陈祖 下伤 你还真敢进来 陈祖冷哼 我能打出去一次就能打出去第二次 看来那老家伙真不在 王淼淼 小雨到底怎么回事 望虚神呵呵一笑 你自己问他啊 问我做什么 山脚下 眼刚崩溃了 下伤 那不是陈祖名号吗 怎么会遇到这种传说中的人 他靠着重朝貌貌然踏出这的层次 有些理解不过来 传奇人物越来越多了 陈祖看向山巅 王小雨一如既往的平静 我是人类叛徒 你如果想亲手了结我可以出手了 背叛人类 我是自愿 多说无意 陈祖出手了 不过不是对王小雨 而是对望虚神 望虚神早有所料 一掌打出 做望公之禁令陈祖都刹那间恍惚了一下 高手对决 恍惚一瞬间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但望虚神并未接连出手 因为他自己也恍惚了一下 陈祖同样打出了做望公 王家做望公 陈祖也会 两人同时被这股望性恍惚了一下 让望虚神气地咬牙 面对陈祖 他丝毫没有优势 王家的力量陈祖了解 甚至学过 而他自身的天赋 祖世界都与陈祖交战过 尽管陈祖九分身被灭了八个 但即便这剩下的一个也让望虚神落入下风 因为这一个最强 这一个在藏元陈吉多年 创造了另唯一真神都惊艳的连长 望虚神被陈祖轻易压入下风 步步后退 陈祖的连长直接借助江山设计图内的序列粒子 形成澎湃的序列规则狠狠碾压 望虚神几乎吐血 他好不容易等到缘起出事 偷袭瞻岩才抢到的江山设计图 还没有陈祖用起来顺手 而陈祖本身对于战斗的敏锐秀绝 更非望虚神所能抵挡 这点 久远之前他就了解 那个时代 陈祖 哭祖 都是惊艳了永恒族 让七神天宁神以对的存在 小宇 你还等什么 望虚神力喝 九郎吞天都被陈祖打崩了 山川大地不断消失 画未被陈祖借用的序列粒子 融入连掌之内 一掌打出 天地崩溃 岩刚头顶 山峰碎裂 四周一切都变得虚幻 这些都是假的 这时 陈祖手中出现一柄王杖 正是王小宇的天赋 虚空王杖 你 接得住王杖吗 陈祖睁睁看着王杖 沉默中 王杖画为流光洞穿陈祖身体 陈祖嘴角流血 缓缓转头看向远处的王小宇 王小宇依然那么平静 不对我出手 你会死 第3317章三招 屈空王杖天赋很奇特 唯有周围地域大部分人承认 手持王杖之人有王之气度 王杖才可为其所用 否则就会被王杖所伤 陈祖实力强悍 绝带精英 但不代表他拥有王之气度 那是两个概念 显然 在这江山设计图内 没人承认陈祖是王 他是强者 却非王 陈祖手中再次出现虚空王杖 耳边传来王小宇的声音 你 接得住王杖吗 流光穿过 陈祖倒退一步 再次被王杖所伤 紧接着 王杖再次出现 一道道流光 一次次穿透陈祖身体 陈祖就这么看着王小宇 目光带着复杂与不可置信 望须神来到王小宇身旁 抬手 陈祖目光斗争 手中的王杖直接被他捏碎 反伤王小宇 令王小宇可血 但他已经顾不得了 王淼淼 助手 望须神手悬浮在王小宇头顶 嘴角弯起 气质深邃 如同那盛开于深渊的黑抢威 诱人却危险 虚空王杖这种手段 再怎么样都杀不了你 下伤 小宇的实力与你比差太远了 但如果他死了呢 王小宇咳嗽一声 擦了下嘴角血液 转头 老祖 你要杀我 望须神无奈 小宇 老祖也没办法 这下伤可不容易对付 他死死盯着我们 可不是因为老祖我 而是你啊 你说 我该不该用你威胁他 王小宇目光冷漠 我从未背叛过老祖 望须神冷烈一笑 所以你应该帮我 远处 陈祖盯着这一幕 他没想到望须神 居然以王小宇的命威胁他 王淼淼 我不阻止你 留下江山设计图和小宇 还有那个重巢 你就可以走了 望须神笑咪咪看着陈祖 你能找到我 都因为我脸上被你留下的图案 这个图案让我恶心 下伤 你带给我的可没那么容易了结 你想怎么办 陈祖脸色低沉 望须神靠近王小宇面旁 很是温柔地啰了啰他的发思 看看这个女孩 他曾经那么爱你 救过你的命 就算在梦中都喊着你的名字 你觉得应该为他付出些什么 你之所以能活着可都是他的功劳 知道他为什么背叛第五大陆吗 王小宇立和 老祖 望须神娇笑 好 老祖不说 他看向陈祖 下伤 你欠他很多很多 陈祖盯着王小宇 到底怎么回事 王小宇与陈祖对视 我背叛第五大陆从来没有后悔 修炼了神力 永恒族就是我的一切 陈祖盯向望须神 王淼淼 你想怎么办 直说 望须神舔了舔嘴唇 弯起的嘴角带着笑意 很简单 你 返回藏元 千年不得外出 陈祖目光一闪 怎么样 既没有对你本身造成伤害 又没有让你背叛人类 很简单 不是吗 望须神缓缓道 陈祖看着他 做不到 望须神挑眉 不要王小宇的命了 你为了他应该什么都做得出来才对 把江山设计图和重巢交给录影 我受你三招 三招内 不抵抗 不还手 不躲避 陈祖目光凛冽 望须神娇笑 不抵抗 不还手 不躲避 假伤 你是找死 王淼淼 我与你恩怨纠缠了太久 是时候了结了 如今天上宗建立 我即便死也没有遗憾 但你必须把江山设计图和重巢给录影 三招后江小宇的情况也告诉 这是条件 答应 还是不答应 陈祖道 呵呵 指妈 想了解小宇的事 尽管找我好了 就为了江山设计图与重巢 望须神目光流转 扫了眼言钢 他自认了解下伤 此人绝不是求死之人 此刻却这么做 这两样东西的价值比他的命都大 江山设计图可以理解 毕竟可以通过这个序列之机找到灵化宇宙的修炼之法 但 重巢这么重要 陈祖咒美 答应 还是不答应 眼刚站立 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在这里 他没有任何可以决定的能力 望须神对着王小宇的脖颈呼出口气 小宇 你说 答应 还是不答应 王小宇平静 三招能不能杀了他 应该可以 望须神眼中带着胸光 舔了舔嘴唇 王小宇看向陈祖 陈祖也看着他 借此机会铲除人类大敌 值得 夏商是被永恒大人都赞叹战斗财情古今第一的人 他的存在始终是威胁 陈祖目光暗淡 望须神娇笑 夏商 听到了 你还要继续交易 等等 可不能刺激他 防止他心灰意朗 放弃对你的感情 或许会取消这场交易 呵呵 陈祖双手背向身后 我既然提出 就不会后悔 把江山设计图和重巢交给陆颖 三招之后告诉我小宇的事 王淼淼 答应还是不答应 好 我答应 夏商 你必死无疑 望须神冷笑 先交出江山设计图与重巢 我于星空 授你三招 陈祖面色肃穆 望须神挑眉 先交出东西 如果你骗我怎么办 小宇在你手上 仅仅一句话 望须神信了 如果王小宇已经无法让夏商在意 他大可以直接出手 想夺江山设计图与重巢 没必要拐这么大个弯 何况江山设计图与重巢倒也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得到更好 得不到就算了 无所谓 江山设计图与重巢 你只能先得到一样 第二样 我会在第三招打出去给你 望须神道 陈祖目光一领 可以 无影的星空下 望须神带着王小宇 严刚 正面对峙陈祖 先交出江山设计图 陈祖淡淡道 相比重巢 天上宗已经摧毁了很多 不是那么紧急 江山设计图却不同 那代表了灵化宇宙十大序列之机 是绝对的至宝 望须神叹息 我都后悔了 怎么说这东西都是灵化宇宙的宝贝 就为了换下商一条命 不答应条件 你今天也走不了 你要杀小宇 我也会杀了你 大不了陪小宇一起死 你知道我不怕死 陈祖直言 望须神翻白眼 哼 谁会不怕死 不过既然答应了 我也不会反悔 说完 随手一挥 江山设计图被推向陈祖 陈祖接过江山设计图 直接撕开虚空 扔了过去 虚空另一方 是史空间 望须神没有阻止 眼看着江山设计图被扔向史空间 这东西彻底与他无缘 第一招 望须神抬手 九颗巨大的狼头遍布星空 九狼吞天 这是望须神常用的一招 录影他们都不陌生 但他们不知道 九狼吞天还有后一招 这招因为动用时间过长 而被望须神舍弃 在战斗中 不可能有敌人给他那么长时间施展 但这一刻 他施展了出来 只见星穷之上 九颗巨大的狼头不断闪烁 最终合并为一 天狼式 巨大的狼头几乎将整个宇宙吞噬 化为绝对的黑暗轰向陈祖 轰 星穷扭曲 四散开来 五知世界爆裂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陈祖一口血吐出 提表 天狼式不断撕开他身体 令他眼前除了黑色就是血色 血肉被撕开的痛苦宛如千刀万剐 天狼式几乎穿透身体 整个过程并不长 带给陈祖的痛苦却无比漫长 他喘着粗气 毅力星空 低头看去 胸前大片血肉被试咬 骨髒清晰可见 骨骼都被咬断 第一招 陈祖目光森寒 盯着望须神 远楚 望须神嘴角弯起 自味不错吧 下伤 废话少说 第二招 陈祖立喝 望须神摸了摸自己脸蛋 刚刚那招肯定杀不了你 带来的痛苦却极大 这是当初你将图案印在我脸上的代价 下伤 那个时代的你不可一世 就分身纵横无敌 谁都不敢与全盛时期的你一战 可曾想过有一天被我带来如此痛苦 情感 果然是人类最大的弱点 我们家小路影也有这个弱点 看来我要换个思路对付他了 他可比你难对付多了 说完 整个人气之一变 再次变成了那生长于深渊的黑蔷薇 周边星空流转 宛如坍塌 陷入深渊之内 唯有那一朵朵黑蔷薇长满了星穷 陈祖抬头 望着头顶那一朵美丽黑暗的蔷薇 面色凝重 黑蔷薇 就是望虚神的祖世界 与第五大陆战争 与六方会战争 他很少动用 一个人的祖世界代表了那个人内心世界 望虚神尽可能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现在不得不施展了 这是第二招 他 要尽可能杀死陈祖 黑蔷薇入体 陈祖避起双目 紧接着 一道道黑暗花瓣字体内盛开 他单膝蹲下 手撑住虚空 瞳孔张开 不断喘息 一刹那的黑蔷薇盛开 美丽 却带给了他死亡的感受 不抵抗 不还手 不躲避 完全承受望虚神祖世界的攻击 令他都差点承受不住 这一刻 他忽然羡慕起了枯竭 如果有枯竭的物极必反 别说三招 三十招他都敢承受 枯竭那种防御简直变态 第3318张名字 陈祖自问最擅长的还是杀伐 是战斗 是创造战绩 而非被动挨打 吐出口血 他艰难抬头 钉向望虚神 虫巢 望虚神赞叹 能完全承受我黑蔷薇的祖世界 下伤 你果然比其余八个分身强多了 要知道 你其中一个分身就死在黑蔷薇之下 虫 巢 陈祖低沉开口 望虚神叹口气 看向严刚 严刚不由自主地走向他 这重巢对录影真那么重要 或者说 对这方宇宙的威胁很大 望虚神疑惑 陈祖盯着他 你想反悔 望虚神娇笑 明眸双目扫向下伤 我可是女人啊 说完 一掌打出 系列粒子缠绕于掌间 坐望宫 陈祖目光斗争 一步踏出 再出现 同样一掌打出 砰 痴空炸裂 颜绵那尚未凋零的黑蔷薇 直接打入望虚神体内 来自陈祖的连掌 他以连掌借用望虚神祖世界之力 望虚神吐血倒飞 骇然失色 怎么会 跳过时间 夏商居然跳过了时间 那是无形的绝技 他怎么会 陈祖一掌击溃望虚神 王淼淼 你该死 望虚神再次咳血 双目忽然赤红 周边不知何时出现了灯笼 无我无他 舍观念之想 画天同寿 异曲悲歌 宋君逍遥 拜恶真神 自在大法 寥寥秋水 贴的朦胧家人 贴的顾盼东去 贴的 家人难见 贴的灯天之高 贴的一人余生 贴的 波浪号波浪号 真神 自在法 陈祖越过灯笼 抬手抓向望虚神 忽然的 他手中出现王障 又是虚空王障 胖的一声 陈祖直接捏碎 这时 一个有着陈祖肖像的灯笼 灯笼忽然破碎 陈祖身体一睁 面色转瞬灰白 可出口血 再次半蹲在地 这是 望虚神趁机来到王小宇身边 同时抓住颜刚 走 陈祖刚要出手 一个个灯笼破碎 宛如一次次看不见的虫疾 打在陈祖身上 令他难以追踪 只能任由望虚神 他们逃离 过了好一会 随着灯笼全部破碎 星空才恢复平静 陈祖盘膝而坐 常呼出口气 他并未对决过真神自在法 毫无准备 不过即便有准备 面对真神三绝技 也未必能如何 跳过时间是可以让他转瞬恢复 但被跳过的时间 有高手可以找到 一旦找到 在今后的战斗中 可以瞬间让他中伤 这不是陈祖愿意的 若非不得已 他不会跳过时间 并接望虚神三招 也是因为有跳过时间这个手段 但望虚神也不傻 直接反悔 好在江山设计图被抢来了 太古城 陆颖到来 找到了穆先生 倒不是有什么太重要的事 缘起老怪被抓了 穆先生诧异 随后了然 他失去一道中 实力下降的厉害 也就跟四方镇守使差不多 抓住他倒也正常 先不要杀 留着他 对付灵化宇宙或许有用 他很怕死 陆颖点头 沉默了一会 穆先生道 是不是有什么要问 陆颖想了想 师父 您所在的宇宙 叫什么 穆先生失笑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陆颖诧异 穆先生看着远方 有同类 才会用名字区分 如果没有灵化宇宙 会有天元宇宙 这个名称吗 明是说 您当初在自己那方宇宙的时候 并未接触过其他宇宙的生物 接触是接触过 但其他宇宙的生物 也是无意中来到我们宇宙 何来的资格为宇宙命名 陆颖想想也对 是啊 一般的生物根本没资格为宇宙命名 那我们天元宇宙这个名称 是谁定下的 穆先生看向陆颖 太初也有过相同的疑问 所以 他不敢恢复 陆颖神色一领 命数吗 唯有命数才能定宇宙的名称 星草大师 你忽然问起卫师的宇宙 是担心卫师宇宙的宿敌来到天元宇宙 穆先生道 录影没有隐藏 灵化宇宙在侧 突然又来了重巢宇宙 天元宇宙雪上加霜 一旦重巢宇宙发展起来就麻烦了 如果师父你们宇宙的宿敌再出现 就 应该不会 穆先生道 想了想 他又道 当初那一战 若非那位无所不能的存在插手 其实可以统称为命数 若非命数插手 我们也不至于溃败 而我们的宿敌不像虫朝可以快速繁衍 就算真有威胁也不会那么快 那 命数呢 录影问穆先生与录影对视 那就不是你我需要操心的了 录影想起王文的比喻 钓鱼人 命数就是钓鱼人 他们都是鱼 能与钓鱼人争鱼的只有钓鱼人 或许穆先生巴不得他们那方宇宙的命数出现与清草大师争斗一番 这样的存在至高无上 不可能容许同类争锋 死一个最好 天上宗 一众人围着江山设计图看 这就是江山设计图 果然全都由序列粒子构造 巧夺天宫 一旦进入容易被序列粒子埋葬 相同的序列粒子 积攒无数年才能构建这么一个至宝 灵化宇宙那种固定的修炼模式确实有效 本以为灵化宇宙将重点放在序列之机上 但他们还发展灵化武器 尽管侧重点依然是外物 不过很厉害 元其老怪的一道钟被毁 实力下降那么多 拥有一道钟的他站在太古城之战巅峰 灵化宇宙还有不少这样的高手 如果当初我们的天上宗能延续到现在 也可以有类似的至宝吧 不可能 师父不会完全固定修炼模式 只会任其发展 甚至还搞出个元节 元节虽然是灾节 却带来更多机遇 师父没错 没人说师父错了 致使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灵化宇宙这样发展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分析着江山设计图 不时还夸赞陈祖两句 作为久远的前辈 陈祖对三界六道而言就是小辈 包括牧神 虚主他们都比陈祖辈分大的多 尤其是五天 赞叹看着陈祖 不仅能从江山设计图里闯出来 还正面对战真神自在法 创造神奇的连掌 怪不得永恒都说你是古今战斗才行第一 陈祖脸色还有点白 那就是真神自在法 不愧是三绝技之一 这次让王淼淼他们跑掉 没那么容易找了 陈祖辈道 前辈能抢来江山设计图已是大幸 望虚神狡猾 数次从大战中脱身还没受什么伤 不容易对付 陈祖没想到望虚神居然修炼了真神自在法 还从未施展过 这个女人隐藏得太深 黑无神是故意背叛永恒族 随后跟在唯一真神身边才能不死 而望虚神可一直活跃在各方战场 不仅活下来 还隐藏实力 这个女人看似娇柔 却比谁都阴险顽强 陆寅很想问问陈祖王小宇的情况 但想了想还是没有 当初原奇老怪被抓 带着江山设计图逃的是瞻炼 而前辈你找到江山设计图 与我抓住原奇老怪时间相隔不会太久 莫非瞻炼被望虚神解决了 陆寅想起了什么 问道 众人看向陈祖 瞻炼可不弱 是古州排名前五的高手 一直与木竹对战 也是灵化宇宙的强者 陈祖道 应该是 望虚神控制不了江山设计图 否则我也抢不到 虽然没看到瞻炼的尸体 但他应该死了 陆影点点头 藏匿在天元宇宙的外敌越来越少 如今之剩下唯一真神 黑无神 天狗 还有望虚神 王小宇了 只要能解决他们 天元宇宙才算清除内患 不对 还有虫巢 那个培育出苍蓝的虫巢被带走 这是大患 虫巢越来越少 被发现就摧毁 从一开始经常被发现到现在 已经数十天没有发现一个了 接下来要发现虫巢之会越来越艰难 天上宗对隐藏虫巢的行为不断提升 惩罚力度与奖赏制度 当奖励提高到一定程度后 整个宇宙都会疯狂 谁能找到藏匿虫巢之人 等于一步登天 隐藏虫巢的人只会举步维艰 全宇宙目光寻找 即便藏了起来 想修炼也不容易 那些虫子太好认了 尤其有虫子带路 虫子自己就会寻找究竟的虫巢 这导致那些藏匿虫巢的人 过一会就离开原地 不断转移方位 这也是一种寻找办法 数月后又有两个虫巢被发现 藏匿虫巢的人下场极为凄惨 可惜依旧没能发现雨冷 自从太古城一战 永恒族被破灭后 整个星空再也没有笼罩 在永恒族的阴影下 曾经六方会的无边战场 成了很多人前往之地 对于修炼者来说 百年不过弹指一挥间 但就是这短短的百年内 发生了太多事 很多修炼者刚刚结束闭关 正准备赴死一班去 无边战场与永恒族激战 就得知永恒族已经败了 再也没有了无边战场 这个消息让很多 结束闭关的人意外 也引起了很多很多修炼者 前往无边战场的兴趣 他们听过无数次 哪里是生死末盘 哪里有着太多奇异的星空 而今威胁消失 在有心人组织下 一批又一批人前往无边战场参观 第三千三百一十九章序列之路 一艘飞船内 有人大声说着 诸位 前面就是黑暗时空 陆主曾在黑暗时空 对决过一个序列规则强者 名曰莫伤 也就是天上宗赵五十 被陆主击杀的那个人 死人 这艘飞船是专门前往无边战场的 带着上万人 在这曾经避之不及的地方参观 无边战场对于六方会而言是噩梦 没有人愿意进入 一旦进入 距离死亡之有一线之隔 而今 却可以任由他们参观 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 无边战场噩梦的人才体会得到 前方有人介绍着 后面的人在飞船内兴奋议 黑暗时空 又来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来一次 以这样的方式 这位大哥来过黑暗时空 有人惊喜 呵呵 很久之前了 那时候我在黑暗时空与永恒族 还有暗影人厮杀 漫无边际的黑暗 除了自己 所有人都是敌人 那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 暗影人根本不分敌我 我甚至怀疑他们更帮永恒族 一个个人倒下 真是惨烈的战争 能从黑暗时空活着回去 这位大哥是英雄 有人敬佩 旁边有人附和 是啊 英雄 我等参观无边战场 也是想看看无数人类精英叠血之地 缅怀过往 英雄不敢当 唯有路主才是英雄 是路主让我等不再被永恒 民族威胁 让我等可以参观无边战场 路主自然不用说 是所有人的英雄 飞船角落储 雨冷平静看着星空 眼中闪过阴朗 英雄 这宇宙哪来的英雄 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奋斗上来的人罢了 录影 他能做到 自己也能做到 想着 他摸了摸您空戒 不知道这无边战场会不会有重巢 以前发现过吗 有人开口 引起了雨冷在意 旁人道 好像没有吧 喂 最前面那个 无边战场有过重巢吗 正滔滔不绝讲解无边战场的人一愣 重巢 那倒没有 但这里也是天上宗搜寻的重点 如果有就好了 找到重巢 一步登天 想见路主都不是不可能 是肯定能见到路主 天上宗对重巢太重视了 那奖励 想想就流口水 别说了 老子都不想参观了 只想去找重巢 你知道宇宙有多少人疯狂寻找重巢吗 都红了眼了 那要靠运气 别看重巢被发现了不少 实际上瓶摊下来 一个平行时空都未必能有一个 一个平行时空多大 就说这黑暗时空 就算有重巢 我们这些人分散下来寻找也要找无数年 是啊 只能靠运气 诸位 能找到重巢固然好 不能找到也正常 接下来诸位将看到的是大时空 那个平行时空 雨冷平静看着星空 摩缩着凝空界 他暂时不打算孕育重巢 天上宗抓的那么紧 虫子一出来就会被发现 而他之所以加入这里参观无边战场 就因为有虫子在找他 天上宗找不到虫巢 虫子却能找到 固定在一个地方只会被虫子找到 那是找死 虽然他很想得到虫子 不断有虫巢被找到 他反而开心 如果宇宙之剩下他一个有虫巢的 等待时间 他总有一天会把虫子覆盖星空 让天上宗不敢妄动 成为下一个永恒族 不边战场吗 这里也许还会是生死末盘 雨冷目光越发森寒 天上宗 众人研究江山设计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用 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这里面的序列粒子 莫非真要修炼咫尺天涯序列之法的人才可以控制 陈祖道 不可能 元其老怪就可以控制 他修炼的绝对不是咫尺天涯序列之法 陆寅也道 瞻眼也没有修炼咫尺天涯 妄虚神控制不了 我们一样控制不了 这就奇了怪了 除非灵化宇宙有独门控制序列之机的方法 肯定有 整个江山设计图都是序列粒子 它们能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除非 众人沉默了一下 彼此对视 太古城之战 元其老怪为什么没动用江山设计图 就算因为他的对手是姆先生 也可以把江山设计图交给其他人用 太古城战场达到使劲的也没几个吧 江山设计图是大杀器 永恒族这都不用 除非他们用不了 宇宙与宇宙并不相连 四方镇首使出去一趟 回来就能看到不属于这方宇宙的生物 肯定有原因 录影忽然想起了什么道 李氏说序列规则不同 有可能 那你师父那边怎么解释 穆先生也不属于我们这方宇宙 如果不同 他应该会提醒我们 这也是个问题 如果是序列规则的原因 穆先生他们从外方宇宙而来也应该会察觉 不可能不提醒录影他们 包括单古大长老 习祖都会提醒他们 既然不是序列规则的问题 灵喜 五天忽然道 众人看向他 五天望向江山设计图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灵化宇宙的修炼模式 可惜没有研究对象 只能靠想象研究他们的修炼之路 灵化宇宙以灵喜为初始 那他们从修炼一开始 本质上就与我们不同 就像大海与河流 同样是雨 却又完全不同一样 修炼界如果是一种生态 灵化宇宙与我们天元宇宙的生态环境就完全不同 序列之机只能被灵化宇宙的修炼生态所利用 在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之前 这个解释显然更容易被众人接受 现在的问题就是 得到江山设计图 却用不了 原本想通过他来分析灵化宇宙的修炼方式 最终发现这东西完全由序列粒子构成 他们耗费时间或许可以研究出如何凭序列粒子构建一个江山设计图 以此推演出构建其他序列之机的方式 但有什么用 天元宇宙没有固定的序列之法 无法延续一个又一个时代 让人修炼同一种序列之法来构建序列之机 即便灵化宇宙完全将序列之机制造方法告诉天元宇宙 天元宇宙也做不到 两种生态环境 彼此无法相容 众人一一散去 对江山设计图不感兴趣了 他们用不了 毫无意义 陈祖继续去寻找旺虚神 一天不搞清楚王小宇的事 就一天不会放过旺虚神 录影看着陈祖离去的背影 都忍不住替旺虚神悲哀 被陈祖兵上 打是打不过 逃也逃不了 够他喝一壶的 主子 你的序列规则是什么 五天忽然问陆影 陆影一争 这种问题其实不太合适 就像直接问人家有什么底牌一样 但对方是五天 陆影倒没有多想 还没有 你可以规则不近身 却尚未领悟任何一种规则 我刚刚突破阻境 都没领悟序列规则 至于这规则不近身 是比较独特 五天笑了 看了看陆影 又看了看江山设计图 那笑容 意味深长 陆影疑惑 前辈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五天指了指江山设计图 陆影眨了眨眼 忽然目光发亮 陡然盯向江山设计图 你是说 五天笑道 这不是送上门的礼物麻 既然发挥不了序列之机的用途 总不可能还给灵化宇宙吧 你心脏处星空能规则不近身 等于有了真正星空的雏形 什么都有 却又什么都没有 最缺的就是序列规则 陆影迟疑 可这江山设计图的序列规则 是指齿天涯 不好用 五天好笑 你还嫌弃 这一整个江山设计图 有多少序列例子 但论数量 足以赶超时尽强者了 而且你那是星空 星空 只有一种序列规则 陆影想过这个问题 我应该不止一种 是很多种 五天强调 很认真看着陆影 你刚开始修炼 肯定有人跟你说过专修一种 太杂反而不好 但你硬生生走出来了 修炼的比谁都杂 却修炼成四个内世界 古往今来第一人 无比强大 你已经走到这一步 难道还要往回走吗 别人是一种序列规则 你怎么可以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主子 你掌握的是一个星空 一整个星空 岂能被数量束缚 一种序列规则 两种 或者跟你的内世界一样 四种 少了 太少了 少得可怜 应该是无数种 陆影脸色变换 他想过自己应该掌握 不止一种序列规则 却又因为组世界相互融合到 心脏处星空 有些不明白自己的路在哪 是一种序列规则还是四种 或者五种 而今 武天却告诉他 是无数种 因为他哪里有一个星空 一个宇宙 陆影捂住心脏 无数种 那要修炼到什么时候 武天大笑 这不来了吗 江山设计图 是指尺天涯 把江山设计图收入你心脏处星空 它是序列粒子构成 分散它 将指尺天涯序列粒子充斥你心脏处星空 你的星空规则不近身 换言之 能有什么规则全在你 别人的规则都接近不了 就不可能从你这里抢走规则 你那片星空拥有什么规则 就是什么规则 有多少规则 就有多少规则 有增无解 第三千三百二十张扭曲的文字 顿了一下 武天继续道 我当初教化众生 看到太多太多的修炼之法 也思考过太多太多的修炼之法 被囚禁在第三恶欲时 想的最多的是这方宇宙究竟是什么来历 那母树 那规则 那蕴养人类的种种究竟是哪里来的 直到看到你破组 诞生了规则无尽的星空 我才明白 五天激动 这宇宙或许是自然诞生 我们人类在这宇宙种种的巧合中被蕴养而出 然而宇宙本身是一个圆 它可以诞生我们 我们 也可以反过来创造它 录影星神一阵 宇宙是一个圆 这句话白仙儿曾经也说过 但白仙儿理解的宇宙是一个圆 与五天的理解必然不同 结果却相同 每个人对于宇宙理解都不同 结果却一样吗 五天拍了拍录影肩膀 三界六道 包括师父 穆先生他们都无法给你太大帮助了 你的路要自己走 我们唯一能带给你的或许就是时间累积的经验 或许会让你得到启发 主子 努力走下去吧 说完 他也离去 原地之圣录影一人 录影看着江山设计图 看了好久 释放星脏楚星空 将江山设计图囊括 在江山设计图 进入录影星脏楚星空的一刻发生剧烈震动 内部 山川河流不断溶解 化为序列粒子朝着外界而去 要被录影的星脏楚星空排斥 录影目光陡征 星空内 无字天书金色光芒照耀 笼罩于江山设计图之上 顿时 那瓦解的序列粒子不再被排斥 柔和了下来 录影看见了那些序列粒子 以前因为天眼被唯一真神打穿 让录影看不见序列粒子 但随着突破阻径 它实力越来越强 已经逐渐可以看到 尤其序列之机这种澎湃的序列粒子太夸张 见过的人中 唯有大天尊那的层次的可以媲美 想看不到都难 录影瞬间出现在江山设计图旁 周围 序列粒子散发而出 如同看不见的气流飘浮在星空中 录影触碰序列粒子 一种可以被掌控的感觉出现 它感觉当序列粒子被控制的一刻 眼前的空间可以很长 也可以很短 它可以瞬间去遥远的距离 也可以就站在这 让别人出现在遥远之外 这就是咫尺天涯 大笑传出 录影看到了自己在序列规则一道上 应该走的路 它看不到自己可以领悟哪种序列规则 但它知道 自己可以得到很多序列规则 正如五天说的 它这一方星空看似什么都有 却又什么都没有 最缺序列规则 旁人掌控的序列规则太稀少 一旦与它接触就会被心脏处星空排斥 唯有这种序列之机蕴含的序列规则 可以被它所用 它不是直接用江山设计图 而是将整个江山设计图 溶解为磅驳的序列粒子 直接掌控这些序列粒子 这就是它所要走的路 抢夺 明明白白的抢夺 然后掌控 这就是心脏处星空的霸道 抢不到就排斥 抢到了就为自己所用 录影太喜欢这种力量了 这是自己创造一方宇宙才诞生的力量 它就想得到玩具的孩童 不断试验着序列粒子 毫无陌生感 它仿佛直接从阻径跳到了序列规则 一旦江山设计图完全溶解位序列粒子 录影可以想象它所掌控的序列粒子有多磅礴 可惜的是咫尺天涯这个序列规则本身不怎么样 对它的帮助近乎于无 但无所谓了 它看到了方向 有了路这就行 一时间 录影忽然对灵化宇宙有了期待 战争不可避免 除了为各自宇宙而战 它还多了一个战斗的理由 就是序列之机 江山设计图的序列粒子可以被掌控 其余序列之机的序列粒子一样可以被掌控 如果自己抢夺所有的序列之机 将那些序列粒子全部纳入心脏处星空会是什么景象 录影目光炙热 序列之机 它要很多的序列之机 填补心脏处星空的饥饿 两个月后 遍布繁星的天穷下 妄须神带着王小宇还有颜刚见到了唯一真神 黑无神与天狗静静站在原处 唯一真神听着妄须神汇报 原其老怪失去一道钟 被录影解决是迟早的事 道是你居然杀了瞻炎 唯一真神看着妄须神 目光平静如水 妄须神恭敬 太古城一战而败 属下觉得与灵化宇宙的合作意义已经不大 将来灵化宇宙与这方宇宙开战 我们更需要的是自保的手段 唯一真神淡淡道 所以你想抢夺江山设计图以做与灵化宇宙谈判的筹码 是可惜却被夏商抢走 提到这个妄须神脸色就难看 夏商太过难缠 居然还学会了五省的跳过时间 若非如此 我一定能杀了他 唯一真神失效 你杀不了他 妄须神迷茫 唯一真神望着远方 夏商虽没有枯竭那种不死的防御 但他的意志 战斗才情却远超所有人 确保他可以在逆境中翻盘 当初为了杀他那八个分身 系神天近乎全部出动 即便如此也没能留下他这句分身 还让他躲在藏原开创出了连掌 重修序列规则 这样的人再给他一段时间会变得非常可怕 妄须神道 夏商可以找到我 唯一真神道 我还无法出手 出到这 他目光看向阎刚 阎刚站立 妄须神与唯一真神的对话没有瞒着他 他听到了 也知道此人是谁 居然是永恒族的主宰 那位无敌星空的唯一真神 他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可以面见唯一真神 尽管唯一真神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但不妨爱他对唯一真神的恐惧 可以说 无论人类多憎恨唯一真神 大部分人面对唯一真神都是恐惧的 这个存在如同星空的主宰 好好培育你的重巢 将来会有大用 阎刚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弯腰 点点头 持空间 第五大陆一颗普通的星球上 朗朗读书声唤醒了宁静的早晨 戴着眼镜的男子翻开书页 一边听着不远处教室内的读书声 一边嘴角带笑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 这些孩子现在最期待的是明天周末吧 呵呵 当初自己上学那会也一样 书本一页页的翻 男子很快找到自己要记录的内容 这时 他发现书页内的文字扭曲 皱眉 再看了一下 没有 是昨晚睡得太晚 精神疲惫了 他再次记录 文字忽然再度扭曲 男子盯着文字 摘下眼镜 揉了揉眼睛 奇怪 还是没有 怎么回事 忽然的 文字腾出纸面 组合成猙獰的口气 一口将男子吞入 啪的一声 眼镜掉落在地 发出破碎声 外面有人走进来 庞老师 人呢 来人找了一圈 只找到眼镜 其余什么都没有 微风吹过 翻开了书页 文字不断扭曲 仿佛有什么在文字中间爬行 外界 朗朗读书声依然那么清脆 宁静的早晨空气清新 一张张碎蟹字书本内掉落 掉在椅子上 掉在地面上 掉在破碎的眼镜旁 如果将那些碎屑组合起来 正是那个男子的照片 不久后 遥远之外的星球上 发生了同样的一幕 这次不止一个人看到 因为那个被吞入 然后化为照片被撕扯成碎片的人 正在演讲 这一幕引起了那个星球的恐慌 然而那颗星球并未走出星空 根本不知晓什么修炼 什么天上宗 无法传出消息 一幕幕在宇宙中出现 诡异而恐怖 被宇宙闻风流界 闻家一处庭院内 闻妾儿坐在树下颇为烦躁 死小丽 还不出来 让我等那么久 你等着 待会要你好看 又过去小半个时辰 闻妾儿咬牙 陡然起身 找死 她冲入旁边的庭院 一脚踹开大门 死小丽 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给我滚出来 周围有人听见 无语摇头 小丽又要倒霉了 被自己母亲送来给闻妾儿调教 那不是找死吗 庭院内 闻妾儿冲入 又踹开一扇门 还不出来 想偷懒 看我怎么治你 入眼空无一人 闻妾儿疑惑 人呢 她步入房间 脚下好似踩到了什么 低头看去 照片 她捡起照片 照片已经碎了 但对于修炼者而言 拼接起来并不难 拼接后的照片是一个女孩 阳光可爱 还有小虎牙 很是调皮的样子 正是小丽 闻妾儿疑惑看着照片 什么鬼 陡然间 闻妾儿便体发寒 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降临 就好像要被什么吞了一样 抬头 猙獰巨口突兀出现 朝着她咬下 砰 一声巨响 猙獰巨口被横推而出 一道人影出现在闻妾儿身旁 脸色凝重至极 闻自欲 一个个闻字封锁房间 虚空震荡 周边碎裂 引起了整个闻家注意 闻家门口 组长闻字在脸色一变 急忙进入 闻妾儿蜷缩在地瑟瑟发抖 手中紧紧抓着小丽的照片 妾儿 怎么回事 闻字在到达 站在闻妾儿旁边的是闻三思 她缓缓转头 看向闻字在 组长景修罗出现了 组长景修罗出现了 组长景修罗出现了